t 합 t occurring t occurring t eff One view every Sasquatt Whirierway thank you very much 我的耳機到底有沒有聲音啊 我耳機不會用沒電了嗎 有嗎 幹 怎麼 你們有聲音嗎 有啊 你們 你們 你們那個畫面上都有聲音 那我耳機還是沒有聲音 幹 花生神魔術 連你們都聽得到Magic的比賽聲音了 我都聽不到 聽到了 聽到了 各位同學太好了 我來偷看一下PT吧 現在是 現在是 鐵木爾以太場對白綠黑白殭屍 究竟誰會登頂呢 讓我們來看看 現在的比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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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來楚爹的 夢想星康之間 你好 我是楚爹 本週是第16週 你知道玩三小MVAP 本週是第16週 事實上第14週到第16週呢 隔了一個月 超過一個月 第5週到第16週呢 到第5週到第16週呢 隔了超過半個月 這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呢 這故事什麼都沒有告訴我們 這故事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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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Google的收入 答案 surface的 還有超過半個月 大 were 完美時機可以發到 完美時機 我有時機關於機殼的工商你可以看一下不知道你會有興趣 沒有我什麼都沒有看到 你不是說我只看到的一個訊息是 我只看到了回饋一下下一句就沒了 剩刀牌你有時機訊我嗎 你有完整的時機訊我嗎 在粉專嗎 幫忙做一點回饋然後我沒有看到內容 回饋的上一端是什麼 你的Twitch資訊 我這裡沒有上一句啊 我這裡只有想說看竹地台這麼久想說可以這麼看 你為什麼講兩個想說的 想說看竹地台這麼久想說可以幫忙做一點回饋 我沒有上一句啊 我想說是什麼意思是您最近Donate我 一百五十倍 我說上一句在哪裡啊 還是我應該在什麼什麼平台看才可以看到完整這個訊息啊 幹我根本就沒有上一句 你到底有沒有傳上一句啊 你去粉專傳吧 粉專傳不定還比較容易完整 對不對 我們一定要把它截圖 對不對 你貼了兩百個字說那個字 沒有好我們先開始評卡 不然這個弄下去不知道幾點了 真的 這一次評卡如果你做某件事情 你的分數會比較高 好但但我覺得大家應該不知道 大家應該不知道怎麼樣有一個加分 有些人有做到 哇哦 新年 SR2001 Subscribe for 22 months Thank you very much 我忘了把這個聲音 尤其中的聲音打開 好這樣應該有聲音啦 呃 幹四雙姐姐是哪一個啊 我現在好害怕 我點四雙姐姐出來的東西跟我預期的不一樣 呃這個吧 是這個吧 是這個嗎 是這個嗎 這個比例次大小應該是這個 應該是這個啦 好 大家久等了 歡迎回來我們如實戰記第十六週 對 本週主題是 其實先講一下本週主題 現在沒聲音了 現在沒有聲音了 現在沒有聲音了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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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想說看職業台這麼久 沒事 你是傳去粉專吧 粉專訊息 Litle Nightmares 巴赫上有人分析 幹不是這個吧 這個嗎 又到了確認自己有沒有中獎的時刻啦 馬克你是不是被封鎖啦 你是不是有做壞事啊 我現在我的 我的twitch收件夾只有四個 一個是有一個國外遊戲的廠商的邀約 可是我對連遊戲沒有興趣就算了 後面三個全部都是六同學寄送有沒有中獎的時刻 就這樣 真的嗎 我們到底要 去哪 才找得到這個訊息呢 我現在打開還是有做回饋啊 但上面有個loading 你該不會上面傳了幾百句話 然後我打不開吧 好 我剛剛有念不是嗎 有啦 我有唸 有草 就這樣了 他轉出什麼東西啊 旗蟹草 不是 馬那頭 不是 那他有轉嗎 他沒有轉 他轉了嗎 他轉了什麼 他怎麼變13滴血 他轉了 他該不會轉一個補血出來吧 幹這爛頭 不過這個補血可以換六點能量還可以再轉去 不錯啊 我才沒有偷偷封鎖人家 我都公民正大封鎖人家 好了我們來開始評卡了各位同學 我們一直被跳過害我開頭要重講 各位觀眾 九點人歡迎回來如十三季 歡迎回來除了列如十三季之間 歡迎回來除爹的夢想金卡時間 你好我是除爹 這是我們第十六週的主題 距離我們上一次辦這個活動呢 估計已經有幾個月了 隨便算都有幾個月了 但總之我們今天要繼續我們的下一次評選的題 內容 國外上週其實國外的網站也有另外一個活動 那個活動他們的活動題目是 製作一張可以永久降費的卡片 他不是巨人是幫其他東西降費的卡片 其實也還不錯啦 我覺得這種主題都還算 都還算有趣 OK 好那我們今天要做的也都是這種類型的題目 那這一次的題目內容是 製作一張鬥陣特攻主題的卡片 其實我一開始在寫這個題目的 在寫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有想了一下 我要怎麼樣下這個題目 讓對大家比較 對大家比較好一點 對 所以我最早的版本 是寫說 設計 設計一張鬥陣 呃 設計一個鬥陣特攻的英雄 這個卡片 就是放到遊戲裡面 這個樣子 對 那我後來把它改成這個題目 原因是 我希望不要每個人都做手下 當然也不是每個人都做手下 就 我要的就是一張鬥陣特攻主題的卡片 所以在我看所有東西之前 講個細節好了 第一個 如果你做的題目 你做的 不是做的題目 你做的卡片的結果 你只要把這個卡片做的越複雜 分數就越低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當然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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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非常籠統的說 你這個超過三行 零分這樣 沒有 沒有這麼殘了 但是 太多人花了太多的心思 想要表現一個很 很完整的 很 很完整的一隻英雄 但是事實上這太麻煩了 說實話 對 我自己覺得麻煩了 正確答案是你可以做出 呃 你可以做出這個英雄的 呃 呃 某一招 或者是他的大招 或者是他的某些特殊能力就好 你不需要 簡單來講 就是不需要面面俱到啊 我自己真的覺得 你不需要把它做的這麼複雜 呃 炸雞翁者也幹了很多事情 欸 不對 炸雞翁者 其實炸雞翁者這張牌表現自己的故事也是蠻好的 對不對 西娃娜斯也幹了很多事情 他是 他是死人 他是被復活的 他 他 他 可以心控別人 或者 呃 所以遊戲中只做了一些 伊莉丹也做了很多事情 但在遊戲裡他只做了一個 愛心弱斯火焰 所以其實第一個重點是不要做太複雜 做太複雜實在是太麻煩了 對 太辛苦了 然後另外一個 其實另外一個重點是 如果你做的不是英雄 說不定你的分數應該也會蠻高的 呃 我當初出這個題目就是因為 如果今天你可以用一個場景 拿一個地圖 一個地圖 一個場景 一個事件 一個任務 或者是 一個鬥陣有的東西 呃 如果有人做零度叛亂 真是蠻厲害的 零度叛亂 或者是國王大道 或者是 蘇肯斯坦 這種東西去做一張牌 一個法術 或是一個什麼的效果 呃 我覺得 分數在我心裡會有 比較有趣一點的分數 我會格外給 我在我心裡評的時候 我會給一個 有趣程度比較高一點的分數 因為我喜歡看的是這個 不是 英雄 另外當然一個原因是因為英雄 每個人都會做 都常做就這樣 好啦開始囉各位同學 欸 守護天使 召喚在上回合 與本回合中 死亡的所有 友方手下 這好像有點強欸 上回合是在敵方回合嗎 我記得 是嗎 這裡有寫 嗯 上回合是只在敵方回合 不確定會不會太重 會不會太輕 有點強 我覺得應該費用要再高一點 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 這是一張法術 他可能會被別的方式 靠賽靠出來 第二個 柯爾蘇加德是一張傳說 柯爾蘇加德只有一個 柯柯只有一個 你 慈悲的 卻有兩個 我說手仗的模式 呵呵 對 所以今天有一個問題是 你要是拿去跟 你不能跟柯爾蘇加德比 你說柯爾蘇加德是手下 他只有一次啊 你啥比啊 你啥比啊 這話要超強好嗎 對 唯一想了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你想想看 你放在這裡的時候 你想想看對面看到對面放的時候 你的心情怎麼樣就這樣 就你不能做多麼努力的事情 對面只要一張牌 你就可以把所有東西再放回來 呵 你看這是我的 對 這樣了解嗎 所以 他的費用太低 這個費用太低啊 這個如果是職業 就算是職業卡 大概也要八費或九費吧 八費可能還是有點便宜 八費最恐怖是被艾寧寺找出來 就不論你做了什麼樣的努力 然後對面艾寧寺 然後因為第三個原因是 因為法術可以放兩張 好 這次不是傳說法術了 好馬克他硬死屍喔 不要問我 我覺得還是略便宜 所以我覺得應該費用還要再高一點 可能不是高一點 可能要高蠻多了 說實話 不然就是要別的條件降費吧 但是其實這個還要做條件降費 有點跟主題無關 這個效果很簡單 但是費用太低了 這個費用非常非常明顯 對 你說不一定啊 說不定你死的時候 手上沒有這一波啊 沒有關係啊 你就等吧 也不是沒有關係啦 但你總有場合 但是這個就是 只要有直接對手就爆炸 科爾蘇加德還綁定 你那回合一定要做科爾蘇加德 可是這個東西是 就算我沒有檯面 我沒有任何檯面喔 對手把我怪解光 輪到我 我丟一樣全部復活 所以我覺得這還是太強了 他的上回合是指 對手的回合 他這裡有寫 上回合是指對手的回合 所以對手把我怪清掉 輪到我我打這張 一樣怪全部 一樣場上全部回來 還是不要好 好 Overpower 下一位 不然就是要加條件啊 要加某個奇怪的條件 要加別的條件 不然這個就是太強 很簡單 很簡單就是太強 下一個閃光 7N叫76 當此手下攻擊後 此手下 當此手下攻擊後 此手下回復到你前一回合結束時的狀態 好問題來了 問題來了第一個 你這個東西去申請護照 是不會過的 請他拍大頭照的時候 把臉放在這個圓圈圈的裡面 這樣來解嗎 第二個問題 是一個小小的問題啊 他 他 有點難定義前一回合結 前一回合結束時的狀態啊 他結束時什麼樣子 前回合結束時就是什麼樣子 嗯 攻擊後 之腳回復到前一回合結束時的狀態 主題性可能還可以啊 就是他 他很蠻符合閃光的 可是有第一個問題啊 他沒有表現出閃光 我們先想 如果大家這裡有人不知道 都沒有玩都能夠 我們先解釋一下 閃光是這個遊戲的靈魂人物之一 他是一個 二十幾歲的妹子 以前是個英國飛行員 後來因為某些原因 他就獲得了時空跳躍能力 對 跳躍吧 時空少女 是這樣嗎 他有一個能力 他的特色是跑得非常非常快 以及可以 可以dash 可以閃現 然後另外一個能力是他可以回溯 回溯到N秒前的狀態 所以今天如果他受到傷害 他利用回溯可以回溯到 完好無缺的狀態 就是這個樣子 他想要致敬的是 他想要致敬的是他可以回溯的這部分 呃 不是不行 只是 這個能力 跟 二十幾隻誰不是靈魂人物 小美啊 小美沒有靈魂 呵呵 這個 這個能力不好用 陳可嘛 就是 這個主題還可以 就一般 就一般 可是他不好用 他不是知識同心回溯 他就是 他是女同心戀 他的 女友叫艾蜜莉 這叫艾蜜莉嗎 這叫艾蜜莉嗎 跟那個名字一樣 不是嗎 對 他的問題是 也不是問題啦 就是這個設計 這個設計 這個設計 本身 沒有問題 你設計一隻 一點叫一一嘲諷 或是叫一點叫一二嘲諷 或是一點叫二一嘲諷 這個設計本身上 沒有問題 或是你設計一隻 一點叫一一 還有什麼能力 一點叫一一演話 幹這個好像有點厲害 一點叫 有 隨便 這個設計本身 沒有太大的問題 他只是沒有屁用而已 這樣 那些嗎 就是你設計一隻 一點叫零一的 一點叫一零的手下 一點叫零一嘲諷 幹這好爛 一點叫一零 一點叫二零 一點叫二零 攻擊力二 血靈低 只有在場上有 只有在場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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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暴墓城勇士這種東西的時候才會活下來 我說隨便這樣可以啊 有沒有 這樣就很厲害 那應該一點叫 那應該一點叫五攻擊力二五 我覺得 一點叫五零 然後有叫暴墓城勇士的時候會活下來 你說隨便這樣可以做什麼 這樣也是可以啊 你要這樣想 他的問題就是這個能力 我不知道有什麼用 我說實話 不知道有什麼用 這樣了解嗎 所以說就是他他其實沒有什麼用 他他有什麼用 喔他的好處是喔 他的主要用途就是我攻擊完 如果我存活我就會毀滿血 就這樣 喔 那 前一回結束時的狀態喔 大概就這樣吧 最有最理想的做法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呃 我自己覺得這個整體素質可能要再壓縮一點會比較好 因為這樣可能會有點麻煩 好啦就只有回血啊 但是你的下來就是他要站住啊 你這個就好像 他就是那個小的那一隻那個石像鬼 石膚石像鬼變大的版本啊 就這樣 然後你也不能加buff啊 你加buff撞完下一回合就不見了 除非你下來當回合 另外的做法就是你下來當回合要加buff啊 他沒有取消buff啊 你下來當回 不能加buff 然後你 打的那一回合你也不能加buff啊 你可以撞完一隻怪然後一次同仁然後再敲 欸不行等我我想一下 可是你撞完怪你也不能做一次同仁啊 做一次同仁也不能加 對欸好難喔 嗯 打完再加buff啦也可以打完加buff感覺有點弱啊 可能要調整到某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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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值會比較好 我現在看這照片歪掉我實在強迫症好嚴重 嗯 以傳說來講的效果偏被動 他的能力跟一張十夫十相鬼差不多而已 對 了解嗎他的他的他的整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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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其實就跟十夫十相鬼差不多而已 他只是一個大他應該算起來是一個大號的十夫十相鬼吧 你覺得怎麼樣 然後數值會不一樣的十夫十相鬼 就是他他會背著不同的能力到下一個回合 嗯 還 可 好啦如果 包含這個條件可能還可以 我覺得他整體費用可以再壓縮一點會讓他在 我想要做的第一個就是 我下的當回合 因為我 我下這隻的重點第一個就是我不要死 如果你下了這隻對手可以直接解掉他就爆炸 對對手如果可以直接把閃光解掉然後他就爆炸 所以我的理想是 如果我今天我要做這隻的話 我下的當回合我最好可以貼buff 讓他可以成為一個 更高的buff材料 呃 元件 比方說他四四四四四四肺或是五肺 那我可以直接貼他buff 貼他劍龍奇數之類的 太厲害了 然後我打完了可以再回復再 再秀一個現場奇數 這樣應該也 不是不行 我會想要他低費一點了 再來第二個做法就是他其實沒有表達閃光的 呃 的 的 速度很快這件事情 稍微有點可惜 不過官方那個 在如實的這個社團裡面有人貼出了人家設計的鬥爭特攻的角色 知道閃光是什麼嗎 稍微就是狼技兵阿法克 好 這個 一般 哈哈哈哈 龍一文字 六點叫三六 砍完六次可以回到手上 只有砍完六次才可以回到手上 沒有 我們先講一下 講一個卡片設計好了 我們聊一個 我們中場聊 還沒有中場 我們才講到第三張牌就要中場了 Magic最近有一張牌的設計非常有趣 他是叫 叛徒之聲 薩琳姆 這叫薩琳姆嗎 就叫薩琳姆了 反正不管 他當初設計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 考驗中的鬥士 然後他要非常非常的 敏捷 非常非常的聰明 非常非常的 所以他們就做出了很多的選擇 決定要給他什麼類型的能力 那 閃光其實 如果今天我們要做閃光的話 我們可以讓他 我們要 如果我們想要圖現出閃光的高機動性這種類型的能力 我們可以做幾個調整 第一 幾個卷擇的能力 第一個是衝鋒 因為 衝鋒 就很容易跟速度與激情連接在一起 這樣大家同意嗎 第二個其實是 他們覺得第二個看冷 但我覺得還可以 第二個是精靈濃的效果 就是液態細胞膜 泡皮 痾 就這樣 對 他的那個設計的想 他的那個設計的想法就是 因為他跑得很快 所以很難點 這樣可以理解嗎 還有瘋 或者是 以如實來講的話 第三個就是瘋怒 就是這幾個會是一個他 比較常見 常常見拿來考慮的能力 就正常情況下 你要想像一個速度很快 或是很怎麼樣的角色 你不會給他嘲諷 因為嘲諷是一個防禦型能力 他就不像一個 我說的那個樣子的能力 毒也不像 那 那衝鋒有點像 風怒有點像 然後不能被點有點像 所以說不定閃光最簡單的做法 就是做成一隻不能被點的狼擊兵 風怒狼擊兵這樣就好 好了 再來看下一個 六人叫三六砍完六是可以回到手上 做成死身會比較好嗎 做成死身不一定比較好 不一定比較好啊 因為 做成死身的小問題是 他 其實以前就是問題 這我以前都聊過 武器的死身 武器的死身沒有任何方法被避免 你沒有任何方法阻止一把武器的死身 現在沒有 現在有 沒有吧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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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對啊 所以 你沒有任何方式阻止一把武器的死身 第二個重點是 如果今天你要呈現 你要把這個武器打完才會發生事情 像我以前做過一個多耐久武器的題目一樣 對 很多人就做了武器死身 後來結果就是 我就上武器然後再換另外的武器把它爆了 就這樣了 然後就呵呵 打死人可以 哦 那斷線也可以啦 中華電線也可以啦 檔案加密應該也是可以啦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好 我們先回來看這把武器 龍一文治 他的故事是 他的內容是自盡元氏的武器 因為現在聽說秒數內 五秒砍六刀 六秒砍六刀 N秒砍六刀 好像可以砍六刀 對 N秒砍 N秒砍六刀 砍完六次之後可以回到手上 他的 小問題是 太貴啦 我說的是 他要砍完六次看起來有點久啊 但 主題性可不可以呢 可以接受 我想一下剩下的 主題性可不可以呢 還可以接受 六點叫三六會不會太貴呢 有一點點 因為通常砍完 你也應該不會裝下一次了 他其實就跟再生觸手 非常非常的接近 對 應該要可以封怒 不行 封怒就太強了 封怒一回合打六封怒 封怒 封怒三回合砍完十八點傷害 不超載 這張還會回手欸 我覺得太厲害了吧 給他 給他蠢能災惡相同能力呢 可以砍怪不可以砍臉 那跟蠢能災惡87%像啊 有一個做法啦 蠢能災惡設定是 你一定可以 你的攻擊次數不限 這個的設計可以調整成 有人講的那個也不錯 就是你擊殺手下 可以再動 這樣也可以 這樣你砍完六次的速度 會比較快一點 欸這個設計其實不錯 我覺得這設計或許 相對頗合理 這樣總計多少啊 三百六再加 呃 太好了 我組一個 欸他還不用一千塊了 要一千塊嗎 好像還是要 算了我有墳場隱影了 我可以說不定可以再把 其他那些扣掉 我也有 四張終局 待會再處理好了 上肥也年少很心狂的 幹 那個問我有沒有拜音妙 那個人就是你欸 天啊你真是 可是 欸 我覺得這樣不錯啊 砍完怪可以再砍 這樣可能可以接受 我覺得這樣應該是比較好的設計 如果這樣被紅色軟泥噴一下是不是就砍不完 六指了 告我屁事囉 告我屁事囉 怪我囉 對啊 不然 呃 或許可以 不然再拼一點就是 砍完可以 你不一定要砍完六次啦 你把六次拿掉 你就設定砍完可以回到手上 這樣也可以 但是要求一定要砍完 就是最後一下一定要把刀砍完 就不是死 他不是一個死神 你一定要因為攻擊而耗光他所有的耐久 欸 這樣子如果你砍到生意刀被軟泥吐掉不就沒了 算了 告我屁事 呃 我先關閉一下 欸 對啊 這樣應該 不是啊 可是你只能砍怪 你只能砍怪連擊啊 你又不能砍臉 你要 你英勇打擊 然後砍怪啊 我看你墮三次之後 人應該就死掉了吧 我覺得這個不錯 我覺得這可以接受 哇 你被吐掉 誰叫你原是刀隊被砍掉 沒有 要可以被拆 你不能做不能被拆這種事情 嗯 我覺得一把武器不能被拆非常的智障 那你等於打那些拆武器的牌一張八張 但是 我覺得這個做法可以接受 大不了 你就留兩層嘛 對不對 呃 因為你被斷刀 斷刀就是 不是斷刀 拆武器就是來反制武器啦 如果你今天說被拆的武器還是可以回首 那人家一定是黑人 我靠 我覺得這可以接受 我覺得這改一點就可以了 我覺得這整體不算太差 哦 這個不錯 做我喜歡 下一個 瘋狂的炸彈鼠 兩點叫三二 戰吼及死亡之聲 造成三點傷害 隨地分會給其他角色 你這個是不是超 不行 你這個還白卡耶 你知道炸彈克就是兩點叫三二 戰吼打三點了嗎 你現在戰吼跟死亡之聲打三點 到底是給不給人家面子呢 你這個是不是怪怪的啊 同學你這個設計是不是哪裡怪怪的啊 這不是高級兄弟嗎 你這個不是直接打另外一個人臉嗎 他有一個缺點 就是 有可能對手解 就是你今天炸彈克丟完 你把場面解了 你下怪 對手把你的炸彈克解了 你的炸彈克又把鬼又把場解了 這可能有問題 這樣了解嗎 他唯一的問題只有這個 就是很有可能你鋪完場換對手把你的打你的炸彈克 然後把你的場又解了 但如果誠心而言就是這玩意有沒有什麼設計空間 他他只是你只是套了一個炸彈書上去 你 你 你也不要套 你也不要套炸彈書 你套炸彈抄人上去 我覺得應該也是一樣 這張牌分數不太高 下一張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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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638免疫無法攻擊回合結束 時回復友方所有角色式解生命 兩個回合後沉默石手下 哇怎麼知道兩個回合後 哇他上面要寫一個倒數 你這個是不是超互輔大 你不要騙我 免疫無法攻擊回合結束時 有恢復友方全部角色四眼神秘兩個 所以下來的當回合補所有人士滴血 兩個回合後是再輪到我嗎 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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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兩個回合是輪到我兩次還是 我看一下他有沒有足跡 好沒有足跡我不知道 我看他這裡 啊幹不行我跳出去看不到 兩個回合後 兩個回合後 兩個回合後是 我的回合結束時補全部東西 輪到他 輪到對手 再輪到我 這樣嗎 因為他這裡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回合結束時的這個回合結束 是我的回合結束 還是對手的回合結束也有 應該是對手的回合結束也有 然後兩個回合後到底是 是我的回合跟對手 我的回合跟對手的回合嗎 哇 那這樣有點騎 有點騎 進場全軍乃4D耶 這個其實還蠻厲害的 這個就是進場帶一個環耶 但是只乃自己人 自己 到對手 再到自己 先講細節啦 不能寫免疫 如果今天這玩意兒可以被架盾 直接就爆炸 而且他可以 而且他才6倍 你連阿古斯都可以配 所以今天如果這玩意兒被架盾 對手就直接爆炸 因為對手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清理免疫 現在這個時代沒有免疫 他不能設立成免疫 如果你要想要他進場 不會被點的話 可以用泡泡 就是不能被秒 反正你兩個回合後會 就你這些全部都要寫戰吼 他想要我少寫戰吼 你應該有別的方式去 去把他尬掉 不然會有問題 會有會有問題 加戰吼不行嗎 不是你要把 你要你要改成泡泡才對 就是不能被點 免疫可以被全軍 喔免疫盾不能用 有有有 對喔 我想起來了 免疫盾不能被打 會直接繞過 有有DIY 那我想看免疫還有什麼問題 可以 會發生 好像沒有 但是免疫會直接不能處理 免疫加操控 操控會不會被幹掉 對對對 之前野心怒氣 野心怒氣可以 那我覺得還是不要做免疫 我覺得對面完全沒有辦法處理 等於對手一定要被這個東西 硬補兩回合 潛行或者是 不能被秒吧 不能被點 泡泡我覺得也可以接受 不然最簡單 其實最簡單就是這樣 最難你給他聖盾就好了 幹六點叫38聖盾 呵呵好厲害 給他聖盾 也沒屁用 對手解還是要花功夫 不能把 沒有還是給不要被 不要被法術秒好了 潛行很奇怪啊 殘雅塔就跟燈塔一樣 你給他潛行 這個就不合邏輯 應該要給他那個啦 給他 精靈龍皮 因為精靈龍皮看起來 就會黃黃的 給他液態細胞膜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六點叫38 液態細胞膜 液態 在無法被法術指定 無法攻擊 不不不不不不就這樣 還好吧 空檯這張就爛掉了 喔 那空檯激攻 大司機也爛透了 不會啊 這還有補臉 這至少還有補4D臉 我覺得可以接受啊 應該不要給聖盾 聖盾會讓他前面 其實沒有什麼用 我覺得改 改那個其實就好 對 改黃黃的就好 改一台細胞膜就好 這張牌還可以 很殘牙塔的大招 很標準啊 殘牙塔開大招的時候 就黃黃的啊 殘牙塔開大招的時候 就無法攻擊啊 殘牙塔開大招的時候 可以被CC啊 欸 可是泡泡不能被CC欸 好 算了 對 應該還可以啦 我覺得還可以啦 超級色就是三小 下一個 機甲低法 你看 這個規則為 1 2 3 4 5 5 6 1 2 3 4 5行 危險的 七點教師3 聖盾衝鋒瘋怒 無法攻擊英雄 子彈會在對手回合結束時 死亡 死亡之身 對一名隨機敵人造成三點傷害 並召喚低法 七點教3 自理回合開始時 子彈會變形成機甲低法 蛤 蛤 等一下 聖盾衝鋒瘋怒 等下 47點教4 3 聖盾衝鋒瘋怒 到底瘋怒第二下有什麼意義 可以再打一下 然後死去 蛤 再看一次 聖盾衝鋒瘋怒 無法攻擊英雄 子彈會在對手回合結束時死亡 死亡之身 對一名隨機敵人造成三點傷害 這支爆太弱了吧 並召喚低法 自己 你這個圖take還可以接受 他比奧拉基爾強嗎 他就 就 一頭撞死啊 可是沒有啊 撞死之後不會 撞死之後不會變成那個 沒有無限循環 沒有 沒有無限循環啊 這個情況下會被 這個情況下會被清掉啊 就是 如果你今天真的撞兩下 假設啦 假設你真的用低法撞一下 然後用瘋怒再撞一下 然後他會觸發死亡之身啊 因為你 因為他死了 這樣了解嗎 然後他死了之後 他會跑出裡面那一隻啊 然後輪到對手的回合 對手可以把他清掉啊 因為只有在自己回合開始 才會跑起來啊 對啊 這張 這張 這張被解掉就不會循環啊 為什麼不會循環 我不懂 一個在對手 沒被清就可以變 反正 低法本來就是這樣啊 嗯 我在想能力哪一個 哪一個比較 哪一個有點厲害 我覺得 數值可以高一點 但是不要瘋怒 為什麼D.Va有疯怒 D.Va為什麼有瘋怒啊 D.Va可以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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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拉基爾是835撞兩下無法攻擊 對 回合結束時死亡 對 回合結束時死亡 而且其實有一個小問題 就是這個其實有點強 此單位在對手回合結束時死亡 這個其實是一個小問題 他是想要強制觸發死亡之聲 但是他沒有留給對手任何解決的時間 因為你看如果這隻真的對手 假設對手沒有解對不對 此這單位在對手回合結束時死亡 所以他會爆掉然後變成裡面那一隻 然後裡面這一隻會在你的回合開始時直接裝上去 這個其實沒有給對手 處理的時間 到自己回合開始時機甲 我在想要到什麼回合 什麼時間點讓他重新裝起來會比較好 我覺得不然就是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但是不要有這一條 不要自動爆炸 為什麼要自動爆炸 沉默都不用管 沉默連那個 沉默連裡面那隻都不會出現 所以不用想沉默了 太合理了 自爆之後可以馬上上機甲 蛤 我不懂為什麼要爆炸 我覺得不要自爆 我說他的自爆就是這個 我覺得可以不要設計主動自爆 我覺得設計就後面這一條拿 這一條拿掉就好 就是你強制一定要自己回合才可以裝起來 這樣就好了 我覺得幹嘛在對手回合爆炸 奇怪 他體質沒有爛多少啊 不能打臉對奧拉 在奧拉技能裡面 除了奧拉技能拿來收頭 不能打臉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真的阿拉技能還835 這個東西743 這什麼看著 這玩意的都比較厲害 不是啊幹 你打我 我又不是沒有拿OOR去 是這個東西的設計很爛啊 我出來就強制自爆 那你也不用改這些 你出來就強 你回合結束 你自己回合結束就強制自爆就好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在對手回合結束時自爆 Why 那你乾脆做一個7點叫 五三嘲諷風怒生盾 自己回合結束時爆炸 就變成小滴吧 輪到對手回合 你一定只有小滴吧 這樣可能都還比較好一點 對 因為這根本就沒有給對手回應的時間 這個稍微可惜一點 這個可能可以再 先稍待討論一下 就而且他現在 他如果今天好 我們用另外的想法好了 如果他的甲是被打爆的 對手完全沒有辦法 不是對手 如果今天我花了資源 我把機甲形態的DIVA打爆 我根本就沒有辦法來得及 不一定啊 我要那一輪傷害全部全角 我才能把他的DIVA打掉 我才能直接打 直接打掉他 要不然輪到你的回合 他又撞上去了 那我就 幹你倒死 就他沒有一個那個 假設今天DIVA如果不是被自爆的情況下打掉甲 你就要維持那個迷你形態一段時間 但 這不用 對不對 這不是一個 這稍微有點尷尬 輪到你他就直接裝回去了 這個 這個對於大招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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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可惜一點 看下一張 嗨 3點叫43 若此手下在敵方回合死亡 有你的對手發現一張法術放到你手中 蛤 喔 喔 若此手下在敵方回合死亡 有你的對手發現一張法術放到你手中 喔 你用這麼 這麼 這麼饒舌的方法 好 他的目的是為了那個啦 避掉 對手死亡那個問題 就是 對手回合死亡那個問題 對 因為他要求 要求對手幫你 幫你發現 我們之前提過 你不能做對手幫你發現的原因是因為 你沒有辦法確保他死掉的時候是在對手回合 他現在設計的做法就是 他死掉的時候一定在對手回合 就這樣 可是很爛耶 對 這個 這個很多情況下沒有用耶 我放三四三就好像我放了一隻薩滿 對不對 我放了一隻牧師的那個變換模影一樣而已啊 沒有到一樣啊 差不多那個樣子 這個有幾個問題 他的這個能力 有他的能力是害取別人的東西啊 有他的能力是害取別人的東西啊 不行我覺得不夠強 我覺得抖好多 我覺得好爛 最低要求 可能 其實給潛行也很奇怪 因為潛行 潛行跟這個能力搭不上 這個想法其實蠻有趣的 這個想法其實就是 你會希望對手不要解你 這個想法其實 這個想法其實蠻有趣的 你希望對手不要解你 因為如果對手解你 對手要給你一張牌 他現在是這個副作用不夠大 他如果要改強度的話就是 就是 如果他在對手回合死亡 你要偷兩張牌給 你要送兩張牌給我 這樣子差異就很大 他可以做的設計應該是這樣啊 死亡之聲 死亡之聲拿對手排庫的一張牌 或拿對手手上 我說 複製對手手上一張牌進來 然後死亡之聲 如果今天他在對手回合死掉是兩張 這個設計就好一點 他的這個寫法是 希望對手不要解你 這樣讓我這隻可以做更多的輸出 再沒有嘲諷的前提 讓我這隻可以做更多的輸出 但你現在 但你現在的這個能力而言 我覺得他不到一個傳說等級 這樣了解吧 我覺得我的舉例不錯 就是假設他是一個正常 在我的回合死掉 拿一張 在對手回合死掉 拿兩張 對不對 我說不是偷走 但是就是複製兩張對手的手牌拿過來 我覺得這樣應該是比較好的 然後你要寫成發現也可以 那就是對手要發現一張跟發現 對手不能發現一張 死在對手回合 不行欸 讓對手發現出面還比較爛 那還是隨機好 我覺得隨機拿兩張 還是可以接受 戰吼偷那不就是那個嗎 戰吼偷不就是 不就是龍獸太遠嗎 戰吼偷法術 那就是小奈法利亞納法克 對啦 再來就是戰吼一張 死亡一張 這樣可能也 可以 對 對 如果他想要 我們先不要管 亥隱本身可以怎麼改 我說他這張牌的這個基底可以怎麼改 我們還是要先尊重人家投稿的人 人的想法 對不對 沒有我說法術 只能偷法術 只有呆法利亞 呃 虎爛什麼都偷 不是嗎 加一張 歐瑞莎 蛤 7點叫18 嘲諷 你可以選擇攻擊或放技能 什麼意思 選個屁 出現了 強化防禦 下個敵方回合歐瑞莎 無法被法術或英雄能力指定 並加三生命值 防護屏障 下個敵方回合 賜予你的手下 聖盾術一回合 是全部嗎 下 先去倒杯水 獲得 下 歐瑞莎 麥克 歐瑞莎 歐瑞莎 齁 歐瑞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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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手下造成2.3並打亂順序 那我當然選這個啊 增壓強化裝置 本回了你的手下加2攻擊力 哦~~ 喝一口 選擇歐瑞他攻擊時 會有像發現的畫面一樣 直接貪4個技能 只能一招但不限次數 蛤 什麼意思不限次數是什麼意思 不放招就點取消繼續攻擊的動作 哦~~好酷的設計哦 攻擊時發現耶 有點像攻擊後演化一樣 嘲諷你可以選擇攻擊或放技能 強化防禦英雄能力指令 就是加3生命值 強哦 加油回合次於你的手下升能數一回合 好強哦 他的不限次數應該是你每個回合 不是每個回合 每次攻擊都可以點一個吧 嗯 嗯 你有風度就可以放兩次嗎 應該是可以 呵呵 應該是可以 被殺技能會中斷嗎 不知道 沒有說會 沒有說不會 那就是沒有 沒有說會 那就是不會了 本回合你的手下加了攻擊力 看 我想看這個東西的問題在哪裡 wiem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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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奇怪 我覺得這個有點怪怪的 不會啊有一個效果不是單回合啊你想錯了這個效果不是單回合 我剛才想的就是我剛才想的 是是這個會有 背叛不是當成攻擊是造成傷害 當成攻擊跟傷害是兩回事情 我自己覺得這個不要 我自己覺得這個不要比較好 因為這太強了好嗎 打一拳一發奉獻耶搞毛啊 啊除天這這不打臉 喔好吧那沒有打臉的奉獻耶 因為那個啊因為歐瑞莎這招會把人吸在一起啊 我覺得不要這一招會比較好 嗯就就不要這一招 他可能要把它改成別的方式但是不要有這一招 嗯這招太強這招跟其他人比起來都太強 也可以有一點加強 盛頓好啦講一下每個每個強度啦 如果跟要我自己比的話 欸 要我自己比的話 好 哇~~~ 要我比的話這四個能力喔 第一個是這個太強 這個太太太也不太強 這個太麻煩了啦 這個這個你有沒有打一拳 對面直接吸發奉獻場上什麼東西都沒有 你是不是直接爆炸這樣 然後 第二個是 這個我不確定到底強度怎麼樣 因為你的這回合沒有聖盾術 他是到敵方回合拿聖盾術 所以其實這個可能還好 不過歐瑞他自己也會有聖盾 這個是比較麻煩的 就你這回合打的時候你拿不到聖盾 然後對手回合拿的時候有聖盾 這可能就 可能就還好一點 然後再來是 這個 這個是你攻擊的那回合可以直接拿到效果的能力 我覺得這個是蠻強的另外一個能力 就是我今天這一隻直接打 我就可以獲得 我就可以等於是我這一隻就打六傷 然後我其他手下這一回合就跟吃咆哮一樣 蠻像咆哮的 除了臉沒有加 不是全體聖盾到對 對手的回合才到全體聖盾 如果對手下嘲諷 你還是只能放空 對手下嘲諷 你說我現在要套所有人聖盾打 可是那是到對手回合才有拿到料 這樣了解嗎 因為這個東西並不及時 因為這個東西並不及時 這個東西形無班 這個東西形無班 懂我意思嗎 這東西就形無班了 那我就不要打 反正輪到你回合聖盾就沒了 只能攻擊或放技能 喔喔對齁他會取消 等一下他這樣遇到秘密會怎麼辦 你不打我下回合弄咆哮 不用啦你這回合就可以咆哮了 如果你這回合要靠聖盾擋住 你這回合就可以開咆哮了 喔他自己不能加欸 那這樣好 這樣稍微有點可惜 就你打腦這張會被取消 最後是這個啦 這個是歐瑞莎在Solo King的時候 最好用的能力 我自己覺得全部可能只要留兩個就好了 一個是 加生命跟 鋼體跟這個就好了 或者是留三個 把打二那個拿掉 打二那個實在是 實在是太太太太太了不起了 打二那個你只要 你只要這隻只要站住 打兩次對面就吃一發烈焰 就等於吃一發烈焰 對 這個東西是永久的 就是大家都說能力只有一回合 但是這個東西是永久的 我說永久是加三 加三生命 他的 他的加三生命值應該是永久的吧 他不會到下一個回合就還回去吧 我確定其實還是要問一下 但整體設計這個就是一個 然後我們又到了一個舉例啊 這就是一個太複雜的設計 各位同學 這就是一個 這就是一個 這就是一個偏 這就是一個偏複雜的設計啊 這就是一個偏複雜的設計啊 他想把太多的東西 他想把太多的東西 塞在一隻生物 塞在一隻手下身上 然後就會變得像這個樣子 就是招一大堆 然後就有點辛苦 呃 加攻擊力還行 因為畢竟要奧瑞莎可以動 奧瑞莎配其他手下 聖盾術 好啦 聖盾術的好處是你這回合下怪的 下怪的怪可以把它保起來 呃 好 這個其實 這個可能也有點煩人 打二眼有點強 其實整體有點多 都有一點強 危險 對 危險 嗯哼 洗什麼 什麼洗什麼 幹 兩件事都是傻比 算了我不要力了一件事 好 可能 要做一點平衡性調整 他的傳說等級 令人訝異的高 或者要不然就是他要稍微有一點條件 要不然他要下修一點 數值 可能 好一點 主要是他現在太難太偏偏難處理吧 尤其他自己本身又有嘲諷 所以他不是 他不是說我今天下來我一定要攻擊成功 我一定要放到第一次技能我才有價值 沒有我最低的情況下 我基本就有 我最低的情況下我基本就有 就有 嘲諷的價值了 喔四八嘲諷爛透了耶 喔 還行啊 館長不是這樣嗎 那館長抽山雕牌 六眼教四五 對手每回合的第一次攻擊無效 且攻擊者收到四點傷害 幹好厲害喔 六眼教四五當回有效果耶 幹這要怎麼解啊 攻擊者收到四點才不行這太痛 這太強了 這太強了 對這蠻強的 對 法術解 牧師不能解 要看其他角色耶 對 你什麼東西都法術秒殺 那接下來又不用討論啦 呵呵呵 沒有泡泡龍 沒有基因龍皮的都被暗殺 好不好 暗殺 欸欸欸欸死了就這樣 嗯 幹好強喔 我覺得還是有點強 我覺得他彈傷害這個數字在那裡好了 就是應該要改成攻擊 他的有點像類聖盾啊 給他第一層小 給他第一層聖盾可能 可能可以接受 就是第一層有類聖盾效果 所有的那個傷害會彈回去 這樣這樣可能 可能跟這個 比較接近一點 要不然一般情況下 這個就是如果今天 我下一隻怪對手 下一隻怪輪到對手 我下一隻怪對手 我下一隻怪對手 我下這隻然後對手就 蛤 對不對 對手就變成沒有辦法處理啊 懂我意思嗎 這樣對手就剛好完全 剛好沒有辦法處理 以傳說等級大概是 高標就是可以接受的傷線 但不過沒有什麼配合 大家要掛嘲諷 掛嘲諷大概也沒屁喔 不過 對 但能力就蠻強的 就這樣 下一個 嘲諷 嘲諷 若對手有至少三個手下 消耗減少兩點 變成兩點叫四三 兩點叫四三 兩點叫三四嘲諷 戰吼使一個敵方手下移動到此手下前方 好各位同學 我們來定義什麼叫 手下前方了 好 幹我看不懂 我怎麼看了兩張四一圖 我還是看不懂 位置的移動大概是像上面那樣 有心形標誌的是本來就在前面的 選了也不會動 以上是藍路珠的技能鎖鏈勾 因為藍路珠一開始是抗暴 對抗 自協機器人分子 所以給他對手有三個手下減少二 應該不算不合理吧 哪一個是藍路珠 我再想一次 這隻嗎 他 他 他 等一下我看我怎麼 八個 有位置的移動大概就是像上面那樣 有心形標誌的是本來就在前面的 選了也不會移動 以上是藍路珠的技能鎖鏈勾 這是藍路珠的意思吧 所以應該是 我怎麼看 我看了兩次圖還是看不懂 所以他的意思應該是 沒有我以為 這張圖的意思是 一開始是這樣 一開始是這樣 然後會變成這樣 但是 我怎麼看這兩個沒有什麼差別啊 除了多了一隻小兵以外 然後我後來才看懂了 他的意思是 假設今天有這隻 假設這隻是藍路珠 你下這隻 這兩隻張會跑過去 這張會跑過來 假設你在下在這裡的話 你點這兩隻是沒有意義的 你只能點這一隻 然後這兩隻會交換 大概是這個意思吧 哼 不是這樣子變這樣啊 是這是一個示意圖 這是另外一個示意圖啊 死亡野豬成的藍路珠你屁啦 我看了兩票我還是看不懂 好吧 他的第二個能力 有跟沒有一樣 死亡敵方手下移動到石手下前方喔 這個其實有一個做法耶 他可以給他 呃有一個做法 他其實有一個比較好的設計 但是這個設計聽起來很像超別人的 對不對 我們把人家拉過來 就是為了可以把他拉出來打 是不是很合理 是可以說是 第二個 所以第一 我們先講三件事情 第一個藍路珠應該是一個坦 因為 因為藍路珠應該要有嘲諷 因為他是一個坦 聽起來是不是很合理 是 第二個 我們藍路珠的功能勾的效果 就是把別人勾出來 然後把他秒掉 對不對 是不是很合理 是 所以他的效果可以改成給別人一張 給給一張目 對 給給給給另外一隻手下嘲諷 聽起來就對啊 下一個問題就是 除天你知道有一張牌叫訓練夥伴嗎 有我知道 NO 我想了兩秒設計結果就變這個 好吧 對不對 我是不是舉了一個很合理的例子 後來發現這張牌已經做過了 幹 怎麼辦呢 好像有點丟臉怎麼辦 沒有某個電視伙伴可以點自己的 不然有一個做法 我原本想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他面前的手下獲得嘲諷 可能你自己的效果就要提升 喔 賦予敵方手下嘲諷且造成多少點傷害 這樣子 讚喔 呃 這樣好像好一點 就 就 打兩點這樣 比方說五費 四點叫三次選一隻給他嘲諷外加打兩點阿 其實這樣算不錯阿 呃 拿過來打一下然後來路珠就死了 然後就說我只是想把那個 我只是想把那個大法師拉出來 然後我就一頭撞上去了 我就死掉了 哼 拉過來打二應該就可以了 我覺得拉過來打二應該就 拉過來打二應該也是不錯阿 然後回合結束子可以補血 等一下規則我又變四行 呃我覺得減費可以不要用 我覺得就是費 然後你拉一隻出來 因為移動到前方 他現在原本的設計是戰吼移動到前方 這個能力有跟沒有一樣 你除了防背叛跟防隕石以外 拉到前方這個能力有跟沒有一樣 那那你不如就就跟我說的那些 你就超練習夥伴 然後超練習夥伴之後給他一點傷害 欸是不是有趣阿 拉手排進場不就是張鼠嗎 拉手排進場給他嘲諷嗎 拉手排進場殺掉 他才是金他只有藍卡 你要把他做成傳說 比方說七點叫 七點叫四六嘲諷 進場時對手隨機叫一隻 然後直接摧毀 幹這太厲害了吧 隨機叫一隻給嘲諷我覺得可以阿 就強制我要直接把他打掉 拉威茲可以配半夜 拉威茲還可以配隕石呢 是不是很厲害呢 幹拉威茲只只能配這兩個阿 不要想了阿 我都不知道我最後一次看到恐狼是什麼時候 喔我今天有看到 只是潛行手下陷行變造了兩點傷害 蘭露珠沒有辦法讓潛行手下陷行吧 然後這個概念上應該沒有辦法吧 你說 說 奪命女還可以 不是拉威茲不錯阿 你想得到的例子太少阿 冰追怎麼拉都可以冰阿 除非他有潛行怪 對不對 不然三隻這樣跟兩隻這樣 然後你再冰這不是一樣嗎 對不對 不然我們就再看一下這三個傻瓜嘛對不對 請問 請問這隻豬在這裏冰這三隻 跟這隻豬在這裏冰這三隻請問有什麼不一樣 沒有什麼不一樣 只有超過三隻冰才有意義啦 我覺得交換位置的意義實在是太低 下一個 大蘭露珠 9點叫45戰吼造成5點傷害 並在本回合賦予目標 才被他操我的 造成5點傷害並在本回合賦予目標 要嘲諷給你一張勾肥任務 狂怒在你回合結束時回復這個手下 那個複打錯 不是re不是reply 在你回合結束時回復這個手下 7點4點生命 你是不是超我的 沒有我剛剛我還沒有看等一下 當然不要阿同學 我覺得你把費用改第二把任務砍掉 就跟我們想像的一模一樣 不錯這狂怒效果很正常阿 不會再滿血補血阿 但是你受傷了會想補血阿 但是你受傷了會想補血阿 我建議啦底下任務全部都砍掉阿 你就把上面那個拿上去就好 勾肥蘭露珠死亡或是被變 任務勾肥蘭露珠死亡或是被變形 獎勵依照蘭露珠達成的成就給予 好第一個成就鎖鏈勾 欸不是成就在哪 成就幹不是阿成就打在別的地方耶 完成成就效益個達成條件 藍露珠攻擊敵方英雄一次獎勵獲得鎖鏈勾 多吸多健康達成條件 藍露珠狂怒觸發兩隻獲得廢鐵漿 聖大登場達成條件 藍露珠殺死三隻手下獎勵獲得火力全開 成就勾肥之王達成以上三個成就獎勵勾肥藍露珠 我的建議是 我覺得他做他他前面做得不錯阿 我覺得這個做法就跟我們剛剛想的一樣阿 就不錯阿這就這樣就好了 你就把他砍第兩費 就7點叫46了其他都不要改了 馬格其他任務全部都砍掉 你將那個任務指下去他在旁邊那個列表就跟 就跟拿十戒那個死板一樣長 下一位 3點叫23潛行 你的回合結束時隨地沉默一個敵方手下 這個有點厲害吧 這個蠻厲害的吧 這個是那個勇動機的潛行 你都不要動就好阿 這個好像有點厲害 這個好像太厲害 這個好像太厲害了 我覺得這個蠻厲害的 這個是勇動機的潛行 我就把他擺著就好阿 可是你可以把被沉默的怪解掉 你說你沉默過了 你領過飯盒了 你領過盒飯了下去 我就把你打死阿 然後等下一隻出來阿 對不對 然後我再把你下一隻解掉阿 是阿凱恩寫沒了 阿西瓦沒了 阿西瓦沒了 阿西瓦那斯本來就沒了 阿橄欄牛頭沒了 魚人buff沒了 演化沒了 什麼沒了 吃我的 我意思嗎 這個太強了 我覺得這太強了 他可能只能叫3點叫22潛行吧 3點叫22潛行還給23潛行耶 如果是傳說等級的話可以叫3點叫23潛行 對不對 就3點叫23 如果傳說可以3點叫23阿 死屍不行阿 死屍有點危險阿 588 nice喔 范克尼附沒了 劍龍騎樹沒了 無限種子 魔花謝拉星沒了 呵呵 我只要把這玩家擺在場上 什麼都沒了 新火木 欸 賺喔 21潛行有點太弱了 另外一個做法是 如果你要體 表現出駭影是一隻攻擊角的話 你就做3點叫31潛行 然後給一模一樣的能力 因為他不小心就會被打死 像跟現在的駭影也是蠻正常的 蠻標準的狀態 你就做3點叫31潛行 對 他不小心那個蝙蝠死掉都會把他打死 六眼叫18勝盾速 每當有有防手下受到傷害 獲得等同其傷害的攻擊力 這個是不是可以做壞事啊 這個看起來應該可以做壞事吧 這個看起來好像可以做壞事 不是他不是他也不是白墨他是 但是 對超級白墨應該是很切肉 可以做OTK嗎 他沒有辦法衝鋒啊 沒有辦法衝鋒 衝鋒比較困難的 就他的問題是那個蛛獅 撞到誰一直爆炸這樣 對手 只要當有扎莉亞戰來說 對手不能下大怪 對手只要下大怪會直接人間蒸發 概念不錯 然後吸收攻擊力的做法到底要怎麼寫會比較好 我在我也在想 因為他的理想是扎莉亞扎是這樣寫 對 好啊說不定說不定可以接受 說不定可以可以接受 隕石自己人加石 你也要找得到隕石可以砸 對啊 不是不行啊 聖盾就不加了 然後放狗加石 你們都不舉死意 也要對手那邊有死意啊 每當有防守下受到傷害 臭生氣 這個要怎麼做一回殺 有沒有辦法打自己的 一直打自己的手下 好像沒有人 炎爆自己的加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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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就炎爆對面臉 你是傻比啊 呵呵呵 你說火焰 你說橘子或火焰長毛 還不曉得 這個 這個 這個意義 馬克炎爆自己 炎爆自己手下 不如就炎爆對面臉 好嗎 呵呵呵 除了這樣炎爆自己手下 多死眼攻擊力 可是你多死一致手下 呵呵 您數學老師 您 噢 哦 哦 隕石配隕石 真的是滿屌的啊 就扎莉亞 然後隕石 然後火山 broader 炎爆自己永久 可是你少一只怪 好吧 烈焰打對面的 烈焰不打自己 要怎麼打自己手下呢 地獄烈焰吧 魔焰藥水啊 札莉亞鋪四隻魔焰藥水 直接對面淘汰 一隻打5滴耶 哇賽 這個設計不錯 但他應該會出包 我說會出包是他一定會有問題 他的血量可能要再低一點 他的血量可能要再低一點 他可能要改27或之類的 或者是36吧 27或36 對 就讓他讓他讓他比較容易被解決 因為札莉亞在坦的地位裡面 我不知道他做的人有沒有玩鬥陣 札莉亞在坦的地位裡面其實沒有到非常坦 他的重點是盾而已 他沒有盾 札莉亞是比較偏輸出型的坦 他跟其他的定位稍微比較不一樣 所以或許把他血量稍微移一減 先其實也一點過來好像好一點 我自己覺得 欸 手寒 五十一 五點叫四四站好 雙方法力值保持在五 直到五回合後 從五開始 你先給我解釋一個件事情 他媽的 這跟鬥陣對抗有什麼關係 你他媽的請不要拿一個麥卡利的大招 做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內容 請不要再 請不要再 蛤 札莉亞是鬥士嗎 札莉亞是鬥士嗎 札莉亞不是副坦嗎 對不對 請不要做了一個 跟那個完全沒有關係 下一位 隨機一附與六位角色 有五十八機率攻擊錯誤的敵人 呵呵呵呵呵 你知道千萬不能寫角色嗎 呵呵 你知道寫角色會有問題嗎 寫角色就包含英雄也要變傻瓜 怎麼每個兩個投稿都怪怪的啊 下一位 嘿嘿嘿嘿嘿 嘯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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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你知道如果海盜站起手 你就丟這個估計就會有點危險 呵 也不是丟這個啊 這個丟這個真的是蠻危險的耶 場上沒有超過六隻你就有可能分到耶 呵呵 下一個 黑袍殺手死神 七點叫六四 對戰開始時 將幽影傳送放進你的手牌 戰吼 放一張死亡綻放到你手中 激勵 下回合不能成為攻擊目標 幽影傳送 將黑袍殺手死神抽到你手中 並使其消耗減少一點 所以他只要六費 戰吼 放一張死亡綻放到你手中 激勵 下回合不能成為攻擊目標 死亡綻放 摧毀你的黑袍殺手死神以外的全部手下 這玩意只要五費 敲毀 好像 有點強 好像 有點強 我說 那個法術只要五費 是因為這是盜賊的卡 對不對 黑邊嘛 盜賊開後準備就容易出包 所以我要想一下是不是有點...有點危險 嗯...要配到這張的機會 應該說死神啊 對於在開始將優以轉動放進你的手牌正好僵章 放到你手中 喔...我一直在觀訊息法科 直到早上八點 是 嗯 嗯 我想一下不是我想一下這要怎麼改 呃 起手多一張牌有點厲害 呃 起手多一張牌就有蠻蠻蠻多的操作空間可以做不過這費用有點大就就還可以這樣一般 然後 放一張死亡在你手中記憶一下不能成為攻擊目標 那個時候我有看這個的討論串就在討論到底不能成為攻擊目標這裡是一個好設計他跟潛行不一樣是 潛行連法術都不能點這個設計是可以可以被法術點 對 可以被法術或是戰吼點可是潛行這兩件事情都直接不能都直接直接不能點 所以說到底要為什麼會到底要不要綁擊力這個其實是一個比較難的設計 他當初的想法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他想要呈現出一個技能CD這一次其實 另外一個很難做的是你要怎麼樣呈現出技能冷卻這件事情 包含我們前面提到那個Diva的機甲跟 本人之間的轉換 還有這個也其實也是一樣的問題 這個可能是比較麻煩的然後 一個一個來啦第一個死亡綻放應該要做成傷害卡不能做成摧毀 因為這跟扭曲虛空沒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就等於 這個就等於這個傻比死身送一發扭曲虛空 呵呵呵 對吧 呃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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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比的戰吼送一發扭曲虛空 而且對手還一定要處理 因為不處理等一下對手就一定什麼都沒了 盜賊還可以用 呃現在術士可以用血 用血附啊用心臉沾放 盜賊可以用準備去便宜的放 所以這個東西直接丟下去對手應該就直接爆炸 喔呵呵 喔這個直接送一發扭曲虛空想想還是蠻厲害的 對吧這就是扭曲啊這就是摧毀 所以比較理想的做法是 第一個你要跟扭曲虛空做區隔 好他的唯一差別是 今晚有沒有去三創 看我今天三創不忘比賽回來 對 所以我覺得的幾個改變方法應該是 呃 呃 這個可能要做成 傷害牌 我說的是AOE傷害 如果你要就AOE傷害 這樣子比較 真實 也比較接近我們對死神的 大招的理解 雖然他叫死仙子戰後 但是但是 做摧毀都還是有點尷尬 然後再來是 激勵不能成為攻擊目標 這個東西到底合不合理 激勵到底合不合理 給弓不能成為攻擊目標 如果你要當主題設計的話 大概 大概 可以吧 很接令可以但是這個這個要改 大概就大概就這樣 但總之不能做他原本的投稿版本是做免疫喔 那我還記得舊版本 但做免疫直接就沒有辦法解了 好下一個 瑪格 4點叫3次你的回合是你的卡片的隨機目標變成可指定 那就是炸彈克變3點傷害對不對 密法飛彈變成選擇3次攻擊目標炸彈克也是 喔 隨機目標可以變成變成可以指定喔 那就是隨機就會變成一個目標對不對 那跟市長會怎麼互動喔 後下的贏 對他底下有回答你的問題 後下的贏 然後 想想看有什麼東西會出包啊 隨機目標的效果 自射 呃 喔 欸 喔 我知道什麼會有目標會有問題 多重目標會不行 多重目標會不行 克蘇恩就是全部關聯啦 就你只能點一個 克蘇恩就是全部關聯 可是 這個 你知道這個問題會在哪裡嗎 順批斬或是 毛提下 就是要點兩個目標這種牌會有麻煩 會會會有麻煩 自射沒有問題啊自射就點一隻嘛 但是多重射擊 多重射擊要點兩隻 這樣好像有點麻煩 我覺得 隨機復活沒有目標啦 我問這個問題幹嘛 選兩個可以點兩個嗎 可是這個盧石戰技的特色就是沒有辦法點兩個目標 盧石戰技的操作跟傻比一樣 這樣了解嗎 盧石戰技現在從來沒有做過點兩個目標的牌 你可能可以成為第一個 但是我覺得不會在這裡出現成為第一個 說不定以後會做這樣 還可以啦 就大招嘛 你應該要把那個啦 把七六大招拿出來會比較像一點 下一個 NO 一行兩行三行四行 二選一變形為有衝鋒致命劇毒的手下 或無法攻擊加二加一 每個 無法攻擊加二加一每個回合結束時 對隨地一個敵人造成三點傷害 手下 的手下這三個字都是多的 隨便六點叫三五衝鋒致命劇毒 或者是 六點叫 加二加一多少 六點叫 五六 六點叫五六回合結束 每個回合結束時 對隨機一個敵人造成三點傷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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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分下一位 我不想平了 幹還有坦克模式喔 坦克模式是那個 陸虧在的時候 六點叫五六衝鋒無法攻擊 致命劇毒每個回合結束時 對隨機一個敵人造成三點傷害 好吧 你知道為什麼這樣寫嗎 大家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寫嗎 主要原因是因為你這樣子 你這個東西造成三點傷害 會配致命劇毒效果 所以你回合結束時噴誰誰就要死 有點像劇毒飛刀手一樣 幫他解釋一下為什麼 因為他他沒有辦法 他他只能把兩個他 他只能把兩張牌加在一起 所以效果就這樣 就像那個啊 今天我們有出一支 出一支那個那個 眼 呃 四廢的演化 你要嘛就是五三潛行 要嘛就是三五嘲諷 然後當你有路虧在場 就會變成潛行嘲諷 幹 昨天這沒屁用啊 我也知道 懂意思嗎 是因為他要合在一起啊 官方也出了一支這樣子的怪啊 所以沒有辦法 他他合在一起就是沒屁用 但是他只能這樣做 因為他要給他劇毒 劇毒喔 衝鋒6點叫三五衝鋒致命劇毒 衝鋒致命劇毒 6點叫三五 我覺得大部分情況下應該都選擇架砲吧 除非被迫一定要結場不然架砲應該還是比較比較常見的選擇 哇德魯伊機械 德魯伊機械好少見喔 只有熊熊跟機械熊貓而已 每個回合結 每個回合結束 好像有點強 每個回合結束有點強 因為如果你下來當回合對手直接在被打 可能有點厲害 然後再來是補血這個能力其實有點奇怪 我覺得應該衛生物是比較強一點 三五衝鋒毒根本就沒有換什麼東西的感覺 而且一個傳說做的這件事情有跟沒有一樣 還行 這個分數目前分數最高的應該是九費的那張藍露珠 雖然後面寫一大堆不知道拿來幹嘛的 好看下一套吧 閃光 你這個怎麼好像 呵呵呵 你這個是不是有點像 呃好吧 三點叫一一衝鋒瘋怒 本賽旅中 磁卡每攻擊三次 放一張脈衝炸彈到你手中 激勵回首 好 下一張 脈衝 哇操 零費 打出磁卡會隨召喚 在對手場上隨機位置 回合結束時 死亡並對兩旁的手下造成六點傷害 呵呵 你有衝鋒嗎 有衝鋒瘋怒 三費配火蛇打兩下回首 再再再打兩下再回首 吼 吼 吼 好強喔 他一定可以做一些壞壞的事情 呵 放火蛇旁邊 先打六點 按其中回首 再放火蛇旁邊 再打六點 再做一些壞事 再打六點 不用打三次啊 你一回就打 你一回一定可以打到三次啊 吼 回首要同一隻怪打到 等一下為什麼為什麼 等一下他 回首不算嗎 本賽局中不是嗎 本賽局中 This game不是嗎 回首算吧 回首在下可以再打 回首在下打應該有吧 如果本賽局中要打三次 沒有那還是算了 那就嘎掉 這沒屁用 呵呵 吼 炸彈有點強 我自己覺得炸彈有一點強 炸彈可能要給一個給對手處理的方式會許會比較好 因為他現在做法是回合結束時死亡並對兩旁的手下造成六點傷害 就一定在對手場上 然後你等於丟出去當下對手沒有辦法處理 對手沒有辦法回應這個炸彈做事 這個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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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麼一點厲害我說單這張可能就是這個給這張其實有點厲害 我的想法是不是要給一張 就是我先放在對手場上 對手可以想辦法避開炸彈 就比方說我放這個脈衝炸彈 到 對手的回合結束時他會爆炸 所以對手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插兩個廢物 擺那個炸彈旁邊讓他去炸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也比較符合我們對脈衝炸彈的概念 就是脈衝炸彈丟的大概就是跑嘛 或者是對手可以把炸彈解掉 那這個要給他高一點血量 就是0費18這樣 0費13 回合結束時爆炸這樣可能會好一點會比較好 對被沉默我覺得可以接受喔 反正中完又不是一張牌中完又是送的啊 不然就是放在一隻怪身上啊 等一下他要爆了趕快滾這樣 那沒有這也不會變糞卡啊 對不對重點重點是這個不是這個 我不是講03嗎 18反正有點厲害 018 就是我不是講了嗎 因為重點是這個重點不是那個炸彈 炸彈是送的 但是這個炸彈這個炸彈有點強 因為對手完全沒有辦法回應 就做018了就這樣 對形異點零彼時了 我自己覺得那個炸彈要給對手可以反應的時間 這樣比較真實一點 這樣也比較 不然就放在怪身上啊叫那個怪去送啊 欸這樣好像也可以喔 放在怪身上就變活體爆彈了 呵呵 換對放火體爆彈應該也是可以 下一個 5費叫23你的回合結束時召喚一個 少界塔 戰吼召喚一個傳送器與護盾產生成天啊 5點叫23到底可以叫多少東西啊 5點叫23叫一個2點叫05代替其他有方手下受到傷害以及 你的 回合結束時送個少爺你回合開始時對極了一擊傷場的運氣傷害天啊 他他下這隻場上要有4格欸 因為你嚇他先叫先嚇他先叫兩隻 叫兩隻之後後面那個再叫一隻 真的是蠻厲害的 呃我先講問題在哪裡好了 問題可能出現在哪裡 第一個 這個東西沒有寫最低之1 這會是一個蠻危險的事情 這也不用幹嘛給薩滿給德魯伊也可以啊 這是德魯伊這是中立職業卡嗎 不要再做金卡要做金卡要淘汰 幹這什麼職業卡 這中立的吧應該是中立的吧 應該是中立的 這給德魯伊或薩滿啊對不對 五回丟這個下一回嗜血你死了 耶 然後德魯伊就是五回丟這個下一回咆哮你死了耶 也不用這說不定偷肯德可以擺 偷肯德就擺這個然後擺這個然後用預言印記加一加一 耶 真的 媽你就你就好像被爆破 你就像看到一個五費爆破博士一樣還會被咆哮 爽喔 哼 好第一個問題啊你叫太多東西了 第二個問題我們現在第一個問題在哪裡 第一個問題還第二個問題還沒有 還沒第二個問題剛剛講 你叫太多東西你將會造成很多危險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手下減消耗是可以接受的 在例子上有幾張牌召喚 呃 召喚門跟那個 迷你沒叫什麼我忘記了 迷你召喚師 那 這兩個東西都有一個特色最低是 一 如果今天做出一個手下消耗是 零的時候 一定會出包 我跟你講一定會出包 雖然我不知道怎麼樣出包但是我覺得一定會出包 就這樣 機械召喚師可以到零但是限種族 這個不限種族 估計很容易出包 這是牧師的我看到圖了這是牧師的 這張牌有底圖嗎 哎呦這裡是有牧師的這是牧師的牧師可能就 看想想牧師也是蠻厲害的新Meta跟牧師有什麼關係啊 這給其他職業拿大概是比較危險的 迷你召喚師沒有但是迷你召喚師只有第一隻 這樣了解嗎迷你召喚師沒有每一隻都減一 你召喚師 了解嗎 當每一隻都減一的時候一定會出包 我不管怎麼出包但是一定會出包 大概牧師可以做八隻這個吧 八張這個然後一回合撲下去然後一回合再做一大堆事情然後可以做一大堆壞事 我覺得這個這個有點危險 整個設計 他將他將五點交二三到底叫了幾點血量 五二三這個加五所以五二八五二八再加三八 五二十一五二十一回合結束時再加一之一 所以是五三十二 五費可以交出總和體質三十二的乖 太厲害了下一張 八點交二八嘲諷在敵人回合獲得盾牌代替自身於兩側的手下承受就有點傷害 在自己的回合獲得加三 不是五二八吧八二八在敵人回合獲得盾牌代替自身於兩側的手下承受就有點傷害 他要怎麼記啊我不知道我覺得好難喔 對啊我怎麼知道他已經彈六臉傷害 我問的不是我問的是我要怎麼呈現在手機上頭 層次不難寫 對手根本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對手下完這個然後看了兩秒 我覺得這個在表現上會有點麻煩 總計 六成套套總和六點傷害吧各六點傷害打個屁喔 然後這晚上怎麼解 不知道 好 寫在身上那看起來很像傷害 就他會他而且這隻怪基本就是一個八二八下來有十四滴血 然後自己回合還變還加三攻擊力還變五八 我看好厲害 還還有沒有好厲害好酷 好像可以做很多壞事 或是六點護甲不是啊你要他現在他現在寫在怪身上 先保留我們看下一個 六點叫三二潛行戰吼摧毀敵方護甲 駭露所有敵方角色 駭露的效果是取消所有能力直到下一回合包含戰吼死神跟法術 駭露 addict 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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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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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強!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 摧毀敵方護甲 只在很少量的職業會遇到這個問題 現在只有法師、德魯伊跟 其他靠賽拿到就不管 就是法師、德魯伊跟 跟戰士 第二個 駭露所有敵方角色有點厲害 因為這是一發群區 呃... 而且 如果要包含戰吼的話 是不是包含手牌也有啊 因為敵方角色欸 角色不就是臉嗎? 因為他這裡寫 取消所有能力只要下一回合 包含戰吼 可是 可是 場上的東西已經有戰吼 是有什麼意義啊 呃... 包含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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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個屁啊 有點強欸 我自己覺得應該是有點強 免法術有取消 包含法術 那打屁啊 對手下一回合手裡就是白板啊 哇 那今天現在可以打自己色 滿手白板 這個太厲害了吧 對手廢掉一回合欸 六點叫三二對手廢掉一回合 不太行 這個估計危險的 我們還是跳過吧 下一張 反制所有法術是三小 什麼叫反制 反制是什麼意思 犯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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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use me 對... 對方可以 哦...就加密 對手所有的手牌 可以支付300美金等同比特幣 解釋 反制所有法術什麼 就有他在法術都吃死這樣嗎 那你對兵法丟下來對手就吃死啊 吃死吃死吃得好開心哦 合哈哈哈 別人說 可以解釋嗎 我都沒有我就是個廢人了 我們現在丟這個下去 你清場清理老師這樣 沒關係啊 我是住啊 我就什麼法術都不要擺啊 你死定了 我只要下會這個 你就是廢物了好嗎 你連信幣都不能丟我跟你說 好像有點強 不是有點好像蠻 不是好像 這根本就超強 對面一定要用怪傑 只要你 你有檯面優勢 你丟這個就贏了 幾乎贏了 因為對面一定要拿超大的怪 出來跟你解 出來跟你裝 不然只要你先處理 你都會贏 而且還344 這可能還不是一個副作用 我覺得 因為你在購組的時候 你可以做選擇 不用在 你在購組套牌的時候 你可以做選擇 對不對 這根本就像有些人覺得 阿州很爛 但是我朋友曾經打過一個 阿州戰士 他整部套牌 只有兩張盾猛 呵呵呵 噢 去死吧 可能只能反美 回合第一張法術啦 或是只反指定他的法術啦 欸這聽起來跟玻璃名手起 我白痴去航向 下一位 8點叫48 嘲諷戰吼造成2到4點 欸戰吼造成2到4點傷害 死亡之間召喚一個23的敵把 好23敵把在哪裡 23敵把 你的回合開始 若你有三張以上的手牌 摧毀職手下兵召喚駕駛機甲的敵把 好這敵把有點爛 你這個這個敵把有有有一點爛 可能 如果只有這個戰吼的話 可能費用可以再低一點 費用可能可能 低一點 低一點吧 就748吧 848這樣好爛 848戰吼打2到4點 聽起來跟 跟 跟火元素沒有兩個 不是 聽起來跟火元素蠻像的 我覺得這個費用可以低一點 其他保持原狀就好 你回來 差不多 Y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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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另外一個做法 另外一個做法 沒有啊 848你知道有張牌叫原始飛龍嗎 我覺得原始飛龍沒有比他爛 就是我剛第一個想的 就是我就拿去跟原始飛龍比 這個低把只打一個單點2到4 原始飛龍打全場 你說 蘇天槍會燒到自己的手下 你不要再有自己手下的情況下下就好啦 他是一個AOE 超 奉獻 火山藥水龍是一個 超強的怪 然後你現在這個能力其實 其實沒有到很強 就就還好而已 同意是嗎 他就是跟他拿去跟你拿這張牌去跟原始飛龍比 你就會覺得原始飛龍超強 對先不論有沒有辦法 cycle 因為 cycle 不一定可以發生 但是你跟原始飛龍比 原始飛龍比就是 原始飛龍還是蠻厲害的 就這樣 這個飛龍可能在低一點會比較好 嗯 下一位 這場還叫自爆 摧毀一個友方手下 對敵方全部角色造成其攻擊力的傷 我怎麼好像看過這張牌 讓我再唸一次 摧毀一個友方手下 對敵方全部角色造成其攻擊力的傷害 對敵方的角色 這不是可以打臉的暗影子彥嗎 這不是一張可以打臉的暗影子彥嗎 呵呵 欸 欸 是盜賊的耶 好像有點強耶 這樣好像有點強耶 這樣 這樣好像有點強耶 因為你就叫一隻 五一潛行那一隻 你就先叫一隻五一潛行啊 下一回合開連擊 人血人血全打 然後 這樣打多少 八九十十一二十三 然後直接自爆 呵呵呵 對面直接就哈雷路亞了 這個好像太強 呵呵呵 我覺得可以打臉太強 應該要改成不能打臉 然後改成是非 最好還改成數次的卡片 你大家覺得怎麼樣啊 我也覺得太強 這 你知道這張牌是什麼嗎 投擲啊 大家知道什麼是投擲嗎 投擲就是犧牲一隻怪 可以打一隻木曜生物 他的攻擊力的傷害 呵 但投擲只要兩費 這玩家六費 就這樣 這個好像太強啦 我覺得這個蠻強的啦 尤其倒閘還可以準備一下耶 這個估計會出包 呵呵 我覺得不是估計 我覺得一定會出包 下一個 又是萊茵哈特 十點叫六六 衝鋒聖蹲術 嘲諷戰吼 對手場上手下 無法攻擊直到你的回合開 蛤 蛤 蛤 喔 十費喔 好吧 我想說看 這要是一張盜賊卡 我就開始用這個一直跳 這樣就好了 10點跳六六 衝鋒聖蹲術嘲諷戰吼 對方場上手下無法攻擊直到你的回合開始 欸 沒有我在想有沒有辦法跳他啊 有沒有辦法進出場 有沒有辦法進出場跳他啊 以 場上手下無法攻擊直到你的回合開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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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冰角不一樣的地方是我不知道這個debuff是寫在哪裡 因為如果被冰角可以用沈默解出來打 可是這個我不知道我沈默自己的怪到底有沒有這個意義就這樣 蠻強的欸這張這張這張不要再做金卡你們這女傻比 對 喔可以被沈默喔 那就 還 還 還還可以吧 無法攻擊的想法是來自於萊茵哈特的地裂級 衝鋒就是衝鋒 好 有點厲害 我不知道小紅帽的霧套牌裡面有沈默嗎 七點叫六六戰吼賦予你手中所有攻擊力三點以下的手下衝鋒 你這個是不是要讓狼人站在一起啊 哇是講幹貼的欸七點叫六六 賦予你手中所有攻擊力三點以下的手下衝鋒 這個也沒辦法一回殺啊我想想看 我要怎麼打出十五點傷害啊 首先先把狼人拿出來 欸還有奴隸也奴隸沒了 我們算奴隸好先把狼人拿出來 想想狼人以為要做什麼 這個就是狼人啊 這個好強喔 這個應該會出薄吧我覺得 我在想怎麼樣做出 怎麼樣做出手裡三點攻擊力以下進場會提升的 都找得著這樣 不一樣啊他是戰吼欸你要先你你牌要在手上 然後你先下這隻怪 代表你現在會有十點法力可以做事 假設是老戰哥的話你要先花三費下戰哥這樣了解嗎 這這兩人 喔幹個白墨欸哇靠 他跟戰哥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因為戰哥你要先下那隻323 所以你這回合可以打的傷害剩後面7費 懂得意思嗎 但是安娜在前一回合下 你下一回合可以打的招可以可以 如果是8回就是下一回合你有8費可以打 然後如果你是你下一回合就有10費可以打 到底這玩意 幹他可以他他可以配狼人跟solo king欸 天啊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真是個好遊戲呢各位同學 啊 2 powerful 呵呵呵呵 這一定會出問題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九九九 一定會出問題 蹲Feed的拳道八點交八二無法攻擊 回合結束時變成帶上拳套的小男孩 好 那你做八點交一一也沒什麼差別啊 反正回合結束時都會變成帶上拳套的小男孩 十點交八五 啊 等一下 等一下我是不是錯過了什麼 八點交八二無法攻擊回合結束時變成為 變成為帶上拳套的小男孩 十點交八五衝鋒此手下攻擊後摧毀他的目標手下 若此手下存活變成為失去拳套的小男孩 那你給他衝鋒有什麼意義嗎 我不懂 好那我們再看下一段 變成為失去拳套的小男孩 失去拳套的小男孩 在你回合開始時 哦那這樣還有意義 在你回合開始時變成為帶上拳套的小男孩 很熟悉 呃 啊 好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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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爛 講一下為什麼有點爛 因為 他的第一次變身是 小廢物 他第一次變身就是 你一定要把這隻解掉 遊戲就結束了 然後他的攻擊是必殺的 他打誰那隻手下都要死 所以其實你打應該一定會存活吧 你摧毀目標手下還有辦法不存活嗎 這血法怪怪的 好像有點奇怪 雖然如果是我我也是打你 沒有啦 你怪可以 你打怪是必殺 此手下攻擊 厚喔 那就沒屁用了 那算了還是吃土吧 無血要被解打完還要活著 算了同學 下一位 下一位 厚 被八費打完的怪還能活著 被八攻打完的怪還要活著 被八攻打完的怪還要活著 太難了吧 兩個都很難耶 第一個是你八攻打完之後 對面那隻怪要活著 第二個是你八攻打完之後 你自己要活著 八四八打完他要死了 想個屁啊 應該是那個啦 你可以去打伊瑟拉 打伊瑟拉還要活著 伊瑟拉42 你打完你全伊瑟拉還站著 然後再來會爆炸 那你寫劇毒不是比較省事嗎 那你直接寫致命劇毒就好 為什麼要寫攻擊後存活啊 等一下我沒看懂 那我再想一下 是不是我想錯了 攻擊後摧毀他的目標手下 那你跟寫劇毒不是一樣嗎 那為什麼不寫劇毒呢 聖盾 喔 你要拿八攻打聖盾 福丁喔 剛福丁打完你也死了 那我再想一個 有啊就聖盾啊 只有聖盾有差 不是我說的第一段 是此手下攻擊後摧毀他的目標手下 這句話的意思 前面這句話 只有在聖盾的前提下才會有差 懂意思嗎 其他沒有什麼差 其他就是劇毒啦 其他正其他的情況下都是劇毒啦 然後打完如果還活著就會變3-3 就這樣 好吧好弱 第一個是 下來了當回合 你這個東西做8點叫1-1跟8點叫18-18 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因為回合結束 因為他不能動 然後回合結束時才會變身 那變身完之後呢 這個東西要在對手的回合戰一回合 也就是對手可以看著這個8-5一回合 對手可以處理這個東西 還有什麼想看 對就這樣 然後變身完之後這個東西要切回去自己回合開始 我覺得這點也太弱 也也偏弱 對所以我覺得no 5點叫造成全部敵人兩點傷害且 啊 你這張牌我怎麼好像在牧師的牌看過啊 造成全部敵人兩點傷害並無法治療一回合 恢復全部有方角色兩點生命值後令效果治療效果加倍直到回合結束 我建議啦 呵呵呵 我建議啦 你要買就是費用改高一點 改高一點 要買就是這裡數字改一改 你他媽的這個不是有什麼不一樣 有啊多這個 你這個就是直接按著資料 按著神經驚打啊 這還不是不同職業 這還同一張職業的牌 只有稀有度不一樣而已 稀有度不一樣而已 你不能這樣子變 你不能這樣子做啊同學 下一張前往國王大道 裡面還有一張國王大道 對任務你的回合結束前場上控制超過五名攻擊兩點以上 包含兩點的手下累計四回合獎勵國王大道 好難喔 下一個 國王大道召喚一台推車 幹這什麼爛獎勵 老漢上車了 召喚一台推車 無法攻擊無法被法術指定 你的回合結束時 每個在場上的其他友方手下會死席 加一攻擊力 並當達到十五點攻擊力時 會死亡對於敵方英雄造成組 爛透了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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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一下為什麼爛透了 too complicated 第一個 這個東西就很麻煩 回合結束時要有超過五名 看好喔 這裡寫超過五名 也就是要六名 或七名 攻擊兩點以上的手下 這職業卡是牧師嗎 等一下 因為裡面的空不是牧師嗎 啊這個是牧師嗎 這牧師的 這德魯伊 這什麼顏色啊 幹這不知道啊 中立喔 德魯伊喔 這有這麼不簡單嗎 幹我覺得蠻難的啊 要有六隻攻擊兩點以上的手下 你什麼時候解的到啊 活體水利活體馬力喔 聖騎聖騎這個圖 可是他裡面這個不是牧師嗎 超難 我覺得你廠商光擺三隻手下 我覺得應該就很難了 新兵聖 不行啊 兩點以上你要去找哪裡找兩點啊 六隻耶 我覺得你光場上擺三隻手下 我覺得就就就就 你場上擺 如果用新兵聖的想法 大概是場上擺四隻手下 擺四隻手下累積四回合 我覺得這樣光這樣都不太容易 不過自己回合可能比較容易啊 因為對手對手沒有辦法清掉 所以五隻手下四回合 這樣可能可以接受 鬥陣幾個人打 鬥陣六個人打 那 算了下一位 然後這任務獎勵是無費 然後任務獎勵還沒有贏 因為任務獎勵是叫了一台傻比車 十點叫二十二 無法被攻擊 無法被法術指令 你的回合結錄時 每個在場上的有方手下會 只是下一攻擊 好 這是一個你做了一個任務 拿了一個任務獎勵 還要再解第二個任務 還沒有贏 對 當然這個很接近贏啊 打十五點傷害很接近贏啊 但是你還沒有贏 我覺得 如果我要解這個 如果這是一個聖騎任務 我要解這個 我不如去玩一拳超人生 機會說不定還是比較高一點 下一位 Tobian 六眼加六在你回合結束時 擁有召喚一個砲台 如果你場上已經擁有砲台 這改為為砲台加一生命值 對嗎 我覺得 我的舉例不錯啊 我覺得一拳超人聖的 喔有人中耶 我覺得一張一拳超人聖 成功的機會 說不定比那個還要高啊 寶貝水 不知道啦 我是覺得這樣啦 其他人不知道怎麼樣啊 沒水了 我們的大隻雞 都不是零水雞沒水了 好下一個 看一下 Tobian 在你回合結束時 召喚一個砲台 若你場上擁有砲台 這改為砲台加一生命值 好下一題 砲台在你回合開始時造成 4點傷害 隨機分給敵方角色 2點傷害隨機分給敵方角色 若只手下擁有4點以上的生命值 升級他 那是什麼時候該砲台 回合結束時 下一個 二級砲台 在你回合開始時造成 4點傷害隨機分給敵方角色 若只手下擁有7點以上的生命值 升級他 這可能會有危險 升級檢查什麼時候 若只能升級他 三級砲台 在你回合開始時造成9點傷害 隨機分給敵方角色 並賦予你的脫皮行夾爾夾爾夾爾 回合結束時變成二級砲台 你知道為什麼會有問題嗎 會有問題的部分 我剛在檢查就是 他的砲台什麼時候進場 如果是回合結束時 第一階不會有問題 可是第二階就會有問題 為什麼會有問題呢 因為第二階砲台一定會有問題 他已經在場上了 然後牧師就是拿心火一直貼他 他就會蹦蹦 然後棒棒 然後再蹦蹦 然後再棒棒 這樣 對不對 這個戰術就是 媽跟我才不用 每次只會升一級 所以不擔心貼加血buff 會直接升到三級 可是我可以用二級升到三級 不是嗎 二級升到三級要幾血 要七血 一張double可以換成炎火 好棒 不過他的升級是變形 所以會把那個東西洗掉 升級會被洗掉 稍微有一點點可惜 在我心裡 不過可以偷貼皮 可以偷貼皮升 我覺得是蠻正常的 升的速度有一點慢吧 那你會開始 召喚一個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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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歐益開始打兩面 60 6 345678 34567 我覺得升的速度有一點慢 我會想要調高一點點血量 就是砲台一階是03 二階是05吧 03 05然後三階改成8就好了 因為他其實不會永久 他回合開始打掉就沒了 然後托比昂一成加二這樣 我覺得這樣好像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太慢了 因為你現在問題是你第一回 你下托比昂那一回合你叫一支02砲台 下一回合 下一回合才加一所以他才到03而已 我覺得 有一點慢 所以不如加快一點好像好一點 就托比昂666但是第一支 第一個砲台可以03 然後第一次升級就要可以進二階 差一個棒槌 對 就第二階可能這個就要直接做05 就是你一級砲台5滴血升二級這樣 然後8滴血5跟8要差3嘛 所以你要升級兩次才可以才可以進 你們是不是全部人都在玩拉吧 然後5到5到如果複製砲台兩個砲台都會加血嗎 會 就是如果5到8可以升兩階好像還好一點 我只對這個平衡9點可惜 然後砲台有想過設計層不能攻擊然後給他攻擊 但是智慧太多 不錯喔 下一個 兩點秘密在你的對手打出攻擊力3點或3點 3點以下的手下時賦予他無法攻 這不是狼人克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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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狼人 看奧拉基爾就變廢物了 奧拉基爾被咬這個就死掉了 就給我是個小廢物 Solo King的克星 Solo King其實影響還蠻大的 有點類似狙擊 有點類似狙擊 效果還可以啊 效果可以可以接受 我覺得這張還不錯 這張我還蠻喜歡的 我覺得他這裡底下有講的就是 秘密在戰吼後觸發 所以戰吼提到4公里上不會觸發 我的想法應該要可以觸發 因為他牌上硬著3 不干我的事 下一張 幹這傻小 你猜論在你回合開始時 摧毀所有敵 什麼意思 這不是法座嗎 在你回合開始時 摧毀敵方場上所有生物 我這回合放 下一次輪到我的時候 對方廠商會全滅 這好像有點強耶 我不是好像這蠻強的 前提是你這回合不會死啊 好處是如果你要做某些combo的 這什麼職業的 幹這又看不出來什麼職業 這什麼職業的 橘色的 應該是 應該是 消防員的吧 這是一個沒有辦法解的招耶 這沒有辦法解 沒有群 跟群體腐蝕不一樣 群體腐蝕對手可以繼續下怪 你今天再自己回合開群體腐蝕 輪到對手對手還是可以先下怪 因為 他後面下幾隻怪不會吃腐蝕素的效果 可是看這張 下的直接爆炸耶 這個是打那種combo技的材料啦 就是你只要把這張丟下去 對手下一回合一定是廢物 對我下一回合要嘛就是把怪撞撞 要嘛就是把怪踢 應該是踢 一定是把怪撞一撞 尤其是你自己的怪還不會死耶 我覺得 在你回合開始 摧毀敵要擦上所有生物 我覺得 不知道 全部青苔回合比較好 在你回合開始摧毀場上所有生物 就不要陷敵方 這樣比較好 我來想一下 沒有跟末日不一樣 因為 因為 你自己的檯面不會被摧毀 假設今天也不一定要打比方也不一定要像我們這樣前面舉個什麼末日這個例子 你你阻止別人下怪可是你不用傷害你自己的檯面啊 你等於是 今天我做任何事今天我今天假設我今天廠商有四隻怪假設我這回合要贏 我下一回合要打死你 我就直接開這個啊 因為你不能下怪啊你下怪都沒有屁用輪到我你東西全部還是被掃掉 然後我廠商我廠商怪等於不受影響 我覺得應該還是要把自己的應該是要不然就是實費大會就這樣 要嘛就是大家一起掃要嘛就是再提升費用不然這個太強 太美了這個這個蠻強當高高費法術都很難講太強 但這個蠻強 因為這是單邊掃場 而且不會失一生自己的單邊掃場 第二個做法就是不要做成摧毀 又做成傷害型的效果這樣至少 至少對方比方說用聖盾或什麼可以擋下來 聖盾或是死 好死身其實都沒差 用聖盾或者是 高攻高血量的手下可以擋下來就是比較好 就很多人都喜歡做摧毀可是其實 鬥陣的概念裡面摧毀的招沒有幾招 我覺得做成傷害可能可能會好一點 下一位 精彩從召喚你本賽局中摧毀最多的手下的 召喚 召喚你本賽局中摧毀最多手下的手下並為對手召喚所有被騎所有的手下 幹這鬧坦 你召一隻對面叫八隻 喔 幹但是我覺得這個會進榜了這個好像蠻厲害的 這樣我拿一隻炸彈克炸了三隻我炸我拿炸彈克炸了三隻五一那我丟下去不就是我炸彈克復活跟對面三隻五一復活嗎 這張牌不會得強度講這張牌會得精彩者這張牌會得這一次的 這張牌會得這一次的創意獎 對我覺得這張牌一定會得創意獎 因為我想說我覺得這就是創意爆炸 下一個五點交六二戰吼為對手召喚一個脈衝這哪是脈衝炸彈這明明就是香蕉 五點交六二戰吼為對手召喚一個脈衝炸彈你的回合結束時對自己造成一點傷害死亡之身對所有有方角色造成散點傷害 這不是我們剛體驗那種類型的炸彈嗎不過這有點弱 你的回合喔我可以自己喔我可以自己把他打爆對不對 我可以自己把這個打爆 你跟766長得好沒有766要燒自己手下 單邊三傷喔 還可以啦還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這樣 不是不行可以可以接受唯一害怕就是你當回合沒有把脈衝炸彈解掉會不會粗暴 你回合結束時造成一點傷害死亡之身 傷害我覺得這改一滴血就好了 有啊你撞他就好啦 你拿你的怪撞他 早下衝鋒一定會出包我跟你講 然後我覺得這改一滴血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等兩回合蠻容易出包的我覺得我下了閃光他是一個傳說一樣是這個理念 我下中心輪到對手回合對手就要解 當回就要把脈衝炸彈解掉不然就要爆炸 那如果我可以主動撞那就是 主動撞 主動撞 對手要嘛就把怪牌開要嘛就把他沉默 大概就這個選擇 不過幫對手召喚的位置會不會有問題啊 感覺是會有問題我覺得倒數只要倒數1就好 因為這是直接送倒數1 我怎麼跟剛剛講的忙不太一樣 全場打3點剛剛那個是左右打6嗎這是全場打3 那好那還是倒數那就那就保持遠暗那就這樣 有幾個這個其實有幾個幾個做法 第一個 你要不要讓 你要讓這個炸彈有多難解我指的多難解是對手多難處理 因為對手幾乎都要用沉默處理因為你沒有你除非沉默不然沒有很難避這個死亡人生 第 或者是一直補他 哎 幹這樣會不會出問題啊 你加這個然後對面牧師開始一直拿盾貼這次賣通炸彈跟補血 這樣好像會出包耶我覺得 然後第二個是 第二個是 我能不能主動敲爆這個炸彈 因為在Overwatch裡面玩家不能主動敲爆或是決定脈衝炸彈爆炸的時間點 所以我的想法是要不要把他的血量做高一點 就是我脈衝炸彈1.0 18這樣 然後回合結束時對脈衝炸彈自己打18點傷害 好像提高一點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就 就把他弄成10 比方說103 或106 然後每個回合直接跳3D這樣 每個回合直接打自己3D 就是他的回合數還是一樣 然後也比較難補血 對不對 對一回018打18D我看你怎麼補的回來 這樣子會比較安全一點 我是覺得這樣比較安全一點 這這個這個有幾個 這個理由就是這樣啊因為 第一個是他只要他爆的回合數還是一樣 第二個是 玩家比較難直接把這個炸彈撞爆 因為鬥陣不能這樣 所以在這裡應該也不能這樣 第三個對面會比較難補起這個炸彈 這樣好像比較好 018心靈之火沒有天天都有心靈之火的啦 他的血法是對的要從對方的角度來看 剩下就是這個這個數字可能要提一下 直接撞你就爆開 不會爆開啊 不是我說把自己炸彈的血提高啊 炸彈血提高跟打所有有方角色3D 差別 他都死了 下一張 50已到 任務使用武器或秘密摧毀 獎勵和平捍衛者 使用武器或秘密摧毀6個敵方手下 這把武器無法獲得爭議效果死亡之身 每一點剩餘的耐久值對隨機一個敵方角色造成兩點 死亡之身每一個 每一點剩餘的耐久值對隨機一個敵方角色造成兩點傷害 可是 你不是只有被拆有用嗎 強制換刀也有用 強制換刀啦 你其實這把也不用換刀啦 因為不換刀你不一定要發動他死亡之身啊 馬可這個64打24點傷害怕屁喔 是非 不會啊這張很強啊 這張很強啊 很強嗎 他沒有其他任務強度高啊 就是 跟現在已經有蘭格洛任務比他沒有超級強 但是這個很強啊 這個24點傷害你傻比啊 你說死亡之身這麼難觸發 罵個爛貨 不要觸發 啊 這張很爛為什麼這張很爛 這張拿起來就開始敲臉就好了 不會啊任務有爆炸 主要是爆炸看爆炸可以清到多少 你看爆炸可以看爆炸可以清到多少 爆炸清三隻進度就蠻快的喔 使用武器或秘密摧毀6個敵方手下使用武器是比較簡單的秘密會稍微難一點秘密要狙擊跟 狙擊跟爆炸而已 爆炸現在清表太多喔 還好啊有營火 主要是你不是比較難的是你掛了這個你 他的缺點是你掛了這個任務就像全世界都告訴你就告訴全世界我頭上只有狙擊跟爆炸你才來看是哪一個這樣 霧導不算秘密摧毀了吧 霧導不算吧 飛鏢不在 不在標準 他說霧導可以底下有 我看一下 幹沒有啊 官方做霧導做的人說可以嗎那就可以 霧導 可是可是 那不是秘密摧毀那是他摧毀啦 那我霧導一隻 我霧導一隻蛇把另外一隻撞死 我霧導了一隻怪 撞到一隻蝸牛 把蝸牛跟死翼都 假設有一隻死翼打我被霧導撞死了一隻蝸牛 請問這樣算摧毀幾隻怪 毒蛇當然不算來幹 放熊怎麼可能算 放熊的 你們為什麼會問這個 不知道我先不確定作者到底算不算了 因為要作者出來討論這個才算啊因為 放熊跟蛇一定不是為什麼會算 爆炸很明顯因為我的爆炸陷阱而造成傷害所以他死了 這樣我可以接受 狙擊因為我的狙擊打了4點傷害所以他死了我可以接受 霧導只是改變了攻擊目標 懂意思嗎 霧導沒有造成傷害為什麼可以算摧毀錯標 放熊就只有召喚熊蛇就只有蛇啊 那你這樣提其他的不就很奇怪嗎 你提熊或蛇不是覺得很傻嗎 我覺得霧導也不算了在我行李霧導也不算了 但我不知道他設定的怎麼樣 理論上這個要解應該是用武器解 不武器 大刀武器就算了 冰凍回首爆牌 因為霧導導導致他死了 那你這好像就是把問題都推給陸客不來了一樣啊 我覺得霧導不算 好 先看下一張 搖滾DJ露西歐5點教室6戰吼將露西歐公仔起錄你的排隊 好那就要看露西歐公仔到底是三小 你現在場面第一個 3點教室5惡選1 搖滾節奏或治療音樂 死亡之聲將露西歐公仔起錄對手排骨 蛤為什麼 治療音樂你的其他手下加了生命 每個回合結束直替所有友方角色恢復一點生命 蛤 阿這血在哪裡 血在他身上 我幹 我幹 你的其他手下加生攻擊從他都不用看了 你死定了 張牌不用平了張牌已經爆炸 看到張牌就爆炸 嗜血 嗜血衝鋒 我想不到選這個的理由 至少我現在想不到 我怎麼看 我怎麼看都是丟這個 而且我覺得這個才三費你還有七費可以做你七費只要能下四隻怪對手應該就死了 就算你四隻怪每隻都一攻 嗜血開玩每隻四攻四次十六點衝鋒直接灌臉對面應該就爆炸了這樣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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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兩次有個舉例 這兩個選擇根本就是媽媽死怪跟三千萬差別 等下三千萬吧 這不用平了 早安要Super overpower 就這樣了 陸虧選兩個幹 你幹嘛下陸虧選這個到底有個屁用 你那一回丟完腿都死掉了好嗎 你這個是不是致敬咆哮等一下 這個是不是可以 做點壞壞的事情啊 如果我等一下 如果酒費 我如果酒費一樣打多少 酒費底下一直打三十五 酒費十五滴 聽起來好像德魯伊喔 麥卡利 戰吼對全部敵方手下造成 此卡持有在手上回合數的傷害 這個設計不錯耶 但是 這手好像哪裡乖乖 幹我現在看好像哪裡乖乖 我覺得 可以改成 手排張術的傷害 沒有這樣比較好酸 那我再想一個方法好了 提手拿到你也不會先提手拿到 留在手上 手排張術的傷害我覺得還可以 體質要壓低啦體質可能只有33吧體質不會有63體質大概只有33 你怎麼會是一張木等下 那為什麼是而且還是一張木師的牌好奇怪 這不是木師嗎 我覺得回合數一個是回合數有點難記啊 回合數是一個麻煩的設計 所以最簡單就是那種東西是一看就能知道的 我們想的第一個是 我們要想的第一個是手排 麥卡莉右邊有幾張牌就打幾點傷害 就代表你抽到他之後捏了幾回合 最多10最多9點 但是後來想幹你要是又怎麼抽到嗎 就是個垃圾 第二選擇就打手牌張術的傷害 手牌張術的傷害好像也也不錯 牧師要更白一點啊這什麼 靈魂牧師喔 回合數只算自己回合 設計構想是以麥卡莉的大招需要集氣來製作 口惜下一位 倒田伴仗二選一裂破劍或是陰波劍好來了 呵呵 只要看到二選一開始了我就知道他的規則問題 裂破劍對全部敵方手牌造成一點傷害 陰波劍可以得知對手手中卡牌的水晶消耗數為何全部嗎 沒有解釋完了沒有答案了完了又不知道人生終點在哪裡了 呃 大家喜歡玩二選一嗎 這裡有一個媽媽十塊 跟一個三千萬你要選哪一個 聊天室應該都選媽媽十塊吧我猜 不是這兩個能力不太能比啊 那個全場打一點就是個垃圾 然後那個製造所有手牌水晶的張數那個只要丟下去就開始寫筆記 不是你這個兩張牌完全不同比例啊 這個是全部嘛對不對 得知對手手牌中水晶消耗數為何 對啊 這就是十塊啊 你這個跟趙燕斯87%相啊 然後這個MARG跟三千萬一樣 對手是海盜可能會選十塊了在需要的時候但是大部分的情況下應該還是這個比較厲害 對 這個這個能力應該還是厲害到爆炸我覺得當對手沒有手牌的時候想這個當然是沒有用的 不是一個很爛的設計 他只是兩個設計的差應該說他沒有應該不能不能說他兩個設計的方向用法是不一樣的 對 可可以接受吧 他的全部的價值他其實不能調高左邊那個傷害了 因為他右邊那個價值太高 沒有啊就看那一回合就好了我只要看四張牌對不對 我要是打開我要是打一個聖騎開下去四張牌看到6688就是他死定了 對或者是你打一個法師 對不對你你對上一個兵法你這個東西開下去看到一張9在手上 你就知道 法師除了9以外應該什麼東西都沒有 對啊這就是一個很強勢的能力啊 下一個3點到33衝鋒洛茲卡攻擊並殺死一個手下在你的回合結束時從戰場返回你的手中 喔 5 可 改成給一個手牌水晶總和那就沒屁用 對不對 你在任何時刻問別人你現在手牌水晶總和長數 水晶總和多少 十七 熟 打開 十七 熟 不是你知道總和沒有什麼意義啊 這張不要平啊那就跳過啦 幹那自己砍一砍啊 欸沒了結束了太好啦 我們中間有一個禮拜沒有任何人投稿 這一次評分的話 哇 先把第一名挑出來吧 我覺得第一名應該是不太容易改變的 在我心裡應該蠻不容易改變的 那個咧 那個在哪裡啊 這張其實也不是不行 這張可能也可以排得進名次 如果要重看一輪 我們這一次卡片比較少的時候 趕快把名次挑一挑 把進榜的東西挑一挑再去想就好 這個 這個 這個直接先上 這個一定是可以進榜 新增資料夾 Wik16 幹你們都想要精彩重播 這叫Pig.jpg 好了 再來是 跟他講把底下任務都砍掉 任務都是P 不要做任務 不要弄死大家 呃 這個其實也還蠻接近的 你張圖是那個鬥陣特攻 不是鬥陣特攻 就報警 銀把弄來了吧 這張圖這張其實也不是不行 這張還蠻接近的 死神不太行 7.6這個 不太鬥陣 雖然他 對 我以為大家會做奪命女 我也會把那個看能力放在奪命女身上 這個其實有做出那個CD 或者是大招充能的那個感覺 所以這個其實我也蠻喜歡的 我覺得 好 這一次的評選重點 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能做出不是角 不是英雄的 的 等一下這個要拿 如果你能做出不是英雄的結果 不是英雄的話 你可能會有一點額外的加分 這一次的不是英雄 只有任務那一個比較值得期待 復活那個是太強 復活那個應該應該太太太厲害了 沒有辦法留他 然後蠻多人挑戰Diva跟 下一個 然後這個也是 是 Overpower 這個擺明就可以做 這個擺明就可以做壞事 一定可以做壞事 這個喔 我剛剛看了點 衝鋒聖盾嘲諷對方場上手下 無管攻擊之下 你會不會開始 這個中規中矩 這個還在加 我們如果要排加作的話 這個還在加作 戴上全套的小男孩應該不在加作 然後這個也不在加作 然後這個也不在加作 這個應該是 人座吧 我猜 這個太 這個圖太爛 雖然他有加分 可是他還是太爛了 然後 這個可以稍微修一下 我覺得這個再升級的效果 我覺得還還行 這個其實也還可以 這個太強了 這擺明這是有問題 這個可以獲得這一次的 喔 他還要取擋名的 太好了 這可以獲得這一次的搞笑榜的榜首吧 我覺得 這個精彩重播應該是沒有期間可以贏他 Peace Mega太弱 露西歐太強 麥卡莉 這可能要修細節 我覺得 持有回合 持有回合數太大 人座就是人日 不然那個啦 那個 那個 應該是古 應該那要不然就是阿末座吧 我猜 請不要前面加一些奇怪字 我覺得這個太強 是因為他可以打太多傷害 就我覺得用手牌張數好像 好像 好像可以接受 對 這個可能可以打快20點傷害 或打一點傷害 我覺得做手牌張數是比較可以控制的 的 的設計阿 對手可以為了 比方說我為了打多一點傷害 我開始囤手牌阿 就是我不做事然後用麥卡莉打一波 這樣好像比較好 而不是 然後也保留了他後期抽到的時候的功能 就我後期抽到 我抽到麥卡莉 我現在手牌只有一張 我可以問他 冷一回合或兩回合 或許會比較好一點 我自己覺得 那當然體質要修阿 體質不會是6-5-3 體質大概6-3-3或4-3 或3-3-3-4 隨便 對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 沒有就手牌張數阿 我現在手牌4張 我打麥卡莉就是打4發 就是 或者是 A顆10個目標 好累阿 算了 就 對 就這樣 5點叫60 這樣 麥卡莉對敵方同樣造成回合數全力0.5的傷害 好難算阿 這張可以做細節調整阿 我們先分一個優座區 再分一個家座區 再分一個儀座區 再分一個儀座區 島田伴仗也可以 但是島田伴仗一邊就是媽媽10塊 因為這個能力其實以前就有人討論過 可能這個做出來是蠻厲害的 這個拖廳沒了 所以這個陸修不行 這陸修一定太強 這個一般 因為他死亡之聲有跟沒有一樣 死亡之聲大部分都跟沒有一樣 死亡之聲大部分都跟沒有一樣 啊 香蕉 對自己照片裡 好 好 假設如果每個要選一個的話 我覺得上面那個閃光比較好 我選上面那個閃光了嗎 那我選了 那兩個Diva如果要選一個的話 都兩個Diva如果要選一個 我會選這個吧 雖然我還是覺得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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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厲害 那個是那個吧 自動host 其實對 剛剛搜寒那些應該都其實不在 那個都是自動host 然後 Sumbra沒有一個可以覺得安全過關的 Sumbra每一個都有點太厲害 第一個 第一個Sumbra 可能還可以接受 看這個也不行啊 這個也太強了 這個也是可以做很多壞事 這個啦 這個不是有討論嗎 就是你要讓對手不想解啊 然後你可以做 你可以偷一張跟偷兩張這樣 自己回頭偷一張 戰吼 或是戰吼偷一張死神偷一張 這樣也可以 大小偷偷到爆炸 不然單純這樣就太弱 這個殘壓塔 我先保留一下 先保留看 先把這個殘壓塔跟那個敵法應該還是跳過 這個紮蘭克擺明就是超大還是跳過 這個閃光也 嗯 這個 這個 這一組第一把 好吧 看到他的排版 我偷好偷 我就放棄好了 這個歐瑞莎應該是沒有過 原始沒有 第一隻豬沒有 第二隻有 沒有 扎莉 欸扎莉亞我拿下來了嗎 扎莉亞也可以先保留 那個五十一刀跳過 再來跳過獅神 看我到底要不要留七六啊 我有點不太想留七六 我還是把七六先跳過 壁壘疾兵的一很爛 壁壘疾兵的這個太爛 就是他的他的 他的那個那個 不太懂意思嗎 就是 你們懂我什麼意思嗎 他的兩個兩個模式不像是選擇 機動模式就是爛頭 理論上你應該都是選 稍微模式機會比較高 機動模式只有在你很 你很你很危險的時候 你很危急的時候才去 欸這也蠻像壁壘的 說不定這個可以留下來 這個其實把二選一用的 除了你的自寫太長以外 他剩下二選一的那個設計 沒有到很爛 我先把他留下來 在我到時候再決定要不要把後面的牌拉下來 CMATA不行 起碼一個人可以叫這麼多東西 真的那麼厲害 兩隻萊鷹應該都還好而已 第一吧 好就這樣了 選完了各位同學 下週主題把銀把銀把沒吹在如實裡面卡片桌一下 這樣想看下週主題要做什麼啊 我覺得全部人都會選稍微模式 但是你這樣講也是蠻中肯的 因為大家都只會選稍微模式 好想想下週主題了各位同學 我們來討論一下下週主題吧 做成生物戰吼 那這張做成生物戰吼好一點吧 效果一樣只是麥卡的意思就沒效果 沒有我們投票投了兩天投不完這樣 哭哭喔 那我們來打個鬥陣吧 現在是不是應該打個鬥陣啊 好想打鬥陣喔 好想打 好想恩恩恩恩喔 真的 太爽了 沒有麥香覺得剛剛那一張是不是可以做成這個 兩千九百塊含油脂耶真好 我是不是還有什麼等一下我到底是不是背牌 我可以我背牌可以不要買龍獸屁股地嗎 我龍獸屁股地有八張 其實我有 我想想看他給我的東西 我等一下我到底有沒有四張穿越或紋針啊 我不要最後結帳發現我沒有四張穿越或紋針 這是密西卡本嗎 密西卡本 那我的一般卡本呢 我的一般卡本在哪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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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鬥陣打開 假裝打開鬥陣 然後再說 再想想等一下要幹嘛 喔現在比賽正在打耶 那我們偷看一下Magic比賽吧 沒有人在意的啦 我的人生 我的人生 那我可以用Diva咧爽喔 我有DivaSkin了 我們可以看女警Diva 聽說女警Diva有一些令人吸引人的內容 大家有沒有興趣啊 這一次PT輪抽有人不選住院不選尼莎選西卡 第一個要看住院是哪一張 原因是 大部分的住院 都沒批用 住院只要不是怪通常就沒批用